一般效果就大家等一下 我把这个镜头调一调 大家晚上好 给大家同学打招呼 因为刚才我放的是音乐 这个油管的版权控制比较好 微信整体的话不太管 咱们今天的题目呢 就是说加州名校的录取 最新录取形式分析 但是我还是希望在今天的分享里边 多给大家分享一下 加州大学之外本身 大家想想 一个学校四年 老多时候为什么大家喜欢加州呢 是因为气候宜人吗 还是因为当地华人中残遍地 还是说他离中国近回去方便 一会儿说他的这个经济发展 很有前景 他创造了很多就业机会 那就业机会涉及两个问题啊 就业率和这个未来发展的趋势 就业率不难达到 美国基本上就业率5%以下 这是所有政府在工作的一个重点 但是就业率不代表你的生活质量提高 在美国你要找一个服务行业 劳动密集型的这种产业 非常好找 包括蓝领非常的缺 修车的这个这个卖车的这个二手车 你不需要大学学历 所以我们一定要分别搞清楚这个就业率 和就业前景的两个问题啊 因为你的就业率在美国是非常容易实现的 但是你想活的不是那么穷忙一组 这就需要你合理的职业规划 我给大家讲一个 开始给大家讲一个概念 所以我们讲的加州啊 为什么讲穷忙 穷忙这个词大家觉得是调侃 实际上在日本的这个学界呢 有一个单独的这个翻译啊 这个穷忙就觉得 美国拍过一些社会学家 拍过一些纪录片 就他们呢 香港有一位富豪富二代啊 他做的也不错 他后来就是装上一个穷人 去体验穷人几天的生活 他根本没法翻身 那美国也有同样的社会学家 那在美国就是一个生活成本不高的中部城市呢 也做了同样的尝试 最后结果也非常的惨啊 他们的结论就是在美国的底层 我说实话在中国的底层也一样 你很难通过努力啊 所谓的励志能够改变人生 为什么 你的时间被大量的这种劳动重复性的工作 这个不管是体力脑力 重复性的工作所挤占 你没法去离开 你的这个 就像一个小老鼠一样 在在宠物店里面那种小老鼠啊 就你在那个叫什么 那个什么 就是那个单词叫什么 就是咱们在在在宠物店里面买那个小老鼠 一直在跑 前面放了一个水 他就可以喝啊 他一直在跑 一样的 给大家举个例子 在美国这些 这些这个麦当劳工作 我看个纪录片啊 就是他呢 是一个新移民啊 南美的移民啊 是你看他像飞翼 他其实是南美的移民 南美的这个黑人 那他的话有几个孩子 你看他就在快财店工作 他不管怎么加班 怎么去弄小事啊 他的这个永远是入不敷出 因为不是车坏了 就是房子要需要维修 大家想想 你没有钱的时候 你是买破房子 你说买老车 那是问题就多 那这个东西坏了 你得上班 你得用 所以他就进入了一个死循环 所以今天我虽然讲的是 加州名校录取的分析 我并不是在这鼓吹 大家一定要去 加州读一所名校 那这样的话 将来一片 这个前途一片光明 我给大家 希望大家能够了解 我在讲一个州的学校的时候 我希望给大家了解的 就是说 这个学校周围配套 包括你将来选校 选择的时候 你要考虑的点 那每个家庭考虑点不一样 每个家庭的预算不一样 我希望家长能够去 同我的同我的分享里边 多一些思考的角度 去根据你们家的情况 去选一些适合的指标 去查 去选 哎好 我来升这个学校 我来读这个专业 首先能不能进 那进了之后 适不适合我 这些都是我想 给大家讨论的 特别是90年级 甚至更早的一些 家长和孩子 那你们就要评估一下 你们这个目标 以排名为目标 这个目标是不是就偏了 因为排名的变化 说实话和股票 市场差不多 波动起伏 每年很大的变化 所以你控制不了 对吧 那我给大家 今天咱们是两个平台 咱们的微信和这个油管 但是我尽量是 问题都回答到 那刚才微信 有些家长呢 是来的比较早 打理些问题 我先给大家回答问题 然后我再开始分享 然后呢 我也尽量的调整我的节奏 能够让大家的提问 和我的分享内容 做同步 虽然很难 因为我一旦讲起来的话 你进入那个内容的话 你就不会看屏幕 看屏幕就会忘掉 对吧 这边也没有稿子 而且我语速 我尽量控制 因为很多现在的家长 受不了我这个语速 因为每次直播 我们大概会有几十个家长 加我们的小小小青老师 所以呢 我会尽量控制 如果大家觉得实在太快的话 提醒我一下 那我就先开始回答 几个钢琴直播间的家长的问题 首先第一个问题 这个家长呢 我同时也告诉我了 这个家长问题很有代表性 给大家念一下 这个问题是 全家美国绿卡 并居住在美国 就是没入籍 孩子呢 初中高中 都是在美国读的 那就是七八九十十一十二 这六年都是在美国读的 美国的初中和高中 是否入籍 申请大学是绿卡公民 对大学申请 录取的奖学的影响 首先 我得给你确定一点 你录取的结果 和你是公民绿卡 没有一毛钱关系 还有你的奖学金的影响 没有一毛钱关系 为什么那么说 因为这个家长 你全程是在美国居住 重要的是在美国居住 给大家举个例子 你就理解了 如果一个家长 你们是在过去的几年里边 走线的浪潮 你们从南美边境 经过网上的攻略 来到了德州 从德州进到美国 你们没有身份 你们上了这个移民法庭 你们过了几个月 拿到了一个公签 工作就公卡 你们没有身份 你们深行美国大学 和那些公民绿卡 没有任何区别 重要的是你高中 从中在哪读 你的居住记录 决定了你的这个报税的记录 那那报税记录就决定了 你是否符合本周学费 所以我之前接受过一位家长 这个家长呢 就是说他他孩子是美宝 那他呢 就说能不能来美国拿美国学费 我说不可能 我说你从来没在美国住过一天 你没过美国交过税 但是你不需要交税 你要低收入化 不需要交税 你就来申领 这个这个一些补助 这也没有问题 但是你想想 你谢谢新西亚 哇你送一点多啊 这送的是红星有点太多了 咱你是老听众啊 大家来就行了 老听众不需要再送礼物粉丝盘啊 大家能来就行 然后所以呢 这个大家想想 在我读书的时候 十几年前的这种漏洞很大 我身边很多朋友呢 就是因为美宝 他能享受免费的美国福利 现在不可能 给大家举个例子 我们昨天在群里边 讨论了一个案例 什么案例呢 有一个孩子 他就在美国长大 美国美国 美国绿卡 人家父母都 也在美国待了好多年 他可能就是回国方面 他就没有入籍 人家就发现 加州大学写了一条啊 你在录取这一年 你回去不能超过几个月 连续超过几个月 你就失去了 本周这个学费的标准 当然他跟你绿卡没有关系 所以大家要了解 这个游戏规则啊 很多家长 就是有身份 你就担心录取概率 属于哪个池子 我讲过好几场 直播也好 油管我也讲过 这个家长是看我油管这个分享啊 但大家要理解啊 你录取的结果 最终的决定权 90%以上的因素 取决于你的学校 你在学校你的成绩的排位 你们学校过去录取的结果 以及其他各方面活动 推荐系这个总体的因素 没有一条啊 现在市面上公布的 不管是哈佛大学 被起诉之后 公布他的录取的 这个整个的流程 还是各大招生官 在不同的场合里边 详细透露 以及一些前招生官 在二次就业 在不同的公司 分享的细节里边 没有说身份有直接影响的 但是有一种身份 是有影响的 举个例子 如果您是美国籍 或者美国类卡 你在中国读书 你的录取结果 由你中国的学校决定 如果你在中国读一个 录取结果特别好的外籍学校 不用担心 但如果你读体制内 你只是说 当年父母在美国生了个美宝 你从而到他读的体制内的高中 你的美籍呢 有一点点优势 只是一点点 可以忽略不进的优势 这个优势我的理解呢 就是人家一看 如果你是美籍啊 你来美国 那我给你发一个offer 你来的概率是20% 我如果给一个 纯中国籍的小孩 你没学校的 体制内的 来的概率5% 为什么 这帮小孩压根 都可能不来美国 或者去澳洲去英国 但你是美国籍 你来美国的概率比较高 是这个意思 他在评估你的这个 level interest的时候 会有一点点的帮助 而这种帮助呢 在前三十的学校里边 几乎不存在 是更往后的学校 所以大家要理解啊 当我们在讨论 美国大学的时候 我们在讨论 几百所有排名的学校 当我们在讨论 这个录取率的时候 我也不知道 你是目标定的 哪个学校 越高的学校 你身份的影响 越微乎其微 低的学校 其实反倒有 这个低不是说贬低的意思啊 因为不同孩子 起点不一样 我们没法说啊 你能进才三十 你就是达成任务了 你能进前五十 不一样 所以我今天希望 给大家分享 虽然我讲加州 各种优势和略识啊 我一定不会劝大家 一定要来某一个学校 某一个州 因为我不知道在座 加上你们孩子的背景 以及你们的预算 还有你们的灵活度啊 因为很多家长 他有工作的关系啊 他可能不容易搬家 还有住学金 住学金 奖学金啊 这个呢 你有没有身份 当然这是一个主要的因素 因为你就能在美国居住嘛 你要建立 你要建立你在美国居住的 这个条件 满足两个条件 一个是physically 就你人家确实在这住 那你的水电费啊 你的这个租房记录 或者你的这个 有一些纳税记录 或者 这个其中一部分 还有一部分条件 就是你的intent 加上那儿讲的 就是你的intent 所有的州立大学都会讲 就是你看你这个 这个状态 实在是暂住 还是常住 举个例子 你拿了一个租房合同 三个月 或者你住的是 RNB&B 那你肯定不想常住嘛 所以大家要理解啊 每一个大学 现在都在收紧这块 因为大学都缺钱 他也不希望把这个钱 给错了 不该给的人 他给一些真正需要的人 给大家举个例子 美国著名的红州啊 红州就是保守党 政策比较灵活的啊 就是说白了 就是比较 不是那么 不是那么多规矩的啊 就是咱们讲这个 亚利桑那州啊 亚利桑那州呢 我自己有一个 非常欢迎不错的 这个家长 他的孩子来美国大学 就想 让孩子独立 自力更生 能够拿 这个亚利桑那州 本州的学费 这孩子都是 ASU 亚利桑那州立大学 那他外州的学生呢 他交的钱 还是挺多的 两三万 那他如果本州学费的话 几千一年 那这个差别挺大的 这家长不是没有钱 他希望锻炼孩子 家长不差钱啊 他就是对孩子的要求 比较严格的 希望孩子独立 那当时我帮着孩子 看过一个政策 因为这个已经超出了 我的业务范围 我们是做大学申请的 我们不是做这个理财规划的 我们有一个同事 专门帮大家申请助学金 两学金 我们的同事是干这个的啊 那我的 因为是朋友啊 我就给他做一个分析啊 连亚利桑那 这么松散的一个州 人家都要求 你要去独立 你要去证明 你有能力支付 你一年的开支 大家想想啊 那你周末 一个州打个五六小时工 你怎么可能付得了 你的房租 就算你的一个卧室 900美元 你在一个非常差的区 住900美元 当然在亚利桑那 900美元住很好了 在加州900美元 你住的非常差 对吧 大家要理解 所有的公立学校都缺钱 他一定会 增越来越严格 所以很多家长啊 你有没有身份 不是决定你 拿不拿助学金的条件 而是你整个的这个 在当地这个州 你目标大学这个州 居住记录 以及你的这个税务状况 这个是关键的 这个不多讲 好 这个我就回答前面几个问题 我再开始进入正题 123这位朋友说 UC的学校之间 能看到学生 伸了哪几所 坊间传闻 看不到 实际操作招生大会 这么多年我们参加了 也看不到 而且大家不用担心啊 每年我们都有一两个学生 全录 就是UC从头录到尾 大部分孩子不会全录 但凡能全录 就说明 大家的这个猜测是不合理的 如果UC互相看 他为什么都发offer呢 或者四五个学校给一个offer呢 所以大家不要在乎这种 我们不确定的这种 也不能叫阴谋论啊 这种坊间传闻 没有意义 没有任何价值 大家就是老老师做好自己 我能改变的 对吧 没有这个 大家不用关心 他看不看都不影响 每年为什么老多孩子会收到好多offer 有的全聚得 对吧 你要看这个 所以这些都没有必要 把精力放在我们能控制的 就是我们孩子的成绩 选课 活动的安排 个性的凸显啊 好 严严 严严这位家长说 请问老师 UC的非CS专业 录取难度有多大 比如ME啊 你看哪个UC啊 大家说的UC就是加州大学啊 它叫UC啊 我想起UC就是我们当年 在诺基亚时代 比较流行的一个手机浏览器 所以这个时候我会纠正一下 我们所谓的UC呢 就是加州大学系统 University California啊 California这个 我们今天讲的是加州 差别挺大的 但是要看学校 有的学校呢 计算机和工业在一起录 有的学校呢 计算机在他的文理学院里边 不一样 所以这个家长问题比较大 我没法给你当个 想提问的家长 不用着急啊 我会我的 咱们直播的特点呢 我会第一个小时左右 会讲一下我准备的内容 给大家一个提纲 那来得晚的家长呢 我会一般会定期 给大家总结一下 那大家提问的话 给大家一个小小的要求 大家如果你提问的时候 你的问题前面 没有一个新号 说明你没有加入 我们的这个接地器啊 这个家长团 我们叫接地器啊 大家看 我的头像上方 有个黄色的标准 那你就是接地器 然后想进我们的家长群 也是这么操作 你点这个接地器 点了之后呢 有一个欢迎的信息 旁边会有一张照片 照片里边有我们同事 小青老师联系方式 这是获得我们 就是加我们群的最佳 最快方式 如果大家有过粉丝牌 就不用买了 这要粉丝牌 大家点一个啊 如果是海外家长 你确实买不了 你发现有你没支付 你就你在提问前加四个字 海外免购 海外免购 当然老的这些用户啊 支持我很久的 我一眼能看出来 大家也不用多打 如果你是经常来直播间的 咱们认识一年以上啊 半年以上 几个月以上 我能看出来 大家不用费劲了 但是如果是国内家长 方便买粉丝牌的 大家买一个 里边有我们的联系方式啊 大家可以通过 去加我们的小青老师 有一张照片 你可以看到 那你就可以进我们家长群 我们家长群 每周都给大家分享 这个干货文章 资料 一些相关的资料 以及我们的 100多期免费的油管的 这个讲座 都在这里边 大家可以去点这个 OK 我给大家继续啊 OK 前十几分钟太久了 OK 你好你好 邓姐好 云大风听你好你好 OK 这位家长说 这位家长 你赶紧去买一个 你还在的话 赶紧买一个啊 这个叫hold家长 如果买不了 你打一个暗号啊 之前有看出 中国孩子成绩太好 被公立小学劝退 被校方建议转立私立 这我没听过 你这新闻太夸张了 这个大家告诉我 信息来源在哪 你在哪听说的 我没听过这事 中国小孩成绩太好 被公立小学劝退 没听过 从来没听过 大家知道 有的人传一个信息呢 你要看真假 你要看真假 老多时候是推广 他是推广 呃 必须是知名媒体报道 才可以啊 包括一些大V啊 现在大V啊 可以 哎呦 怎么那么大 稍等了 OK 我今天会给大家分享 一个案例啊 是一位加州的工程师 他在18年的时候 接受三联生活周刊啊 我给大家推荐 国内几本杂志 如果家长在国内的话 一定看几本杂志啊 现在国内能买的 优质杂志并不多了 电子就可以不需要买纸质的 三联生活周刊 南方周末啊 这两个非常值得看啊 这两个针对教育的一些文章 虽然你是花钱定了一年 你带大家看我在美国 我人在美国 但是因为我前两年 19年的时候 20年在国内 我就就发现啊 在国内那么 那么缝隙 真恐大小的这种 舆论空间里边 能够写出文章的 只能好的文章的 这个媒体不多了 很少啊 而且我说实话啊 南方周末和三联生活周刊呢 他对一些 美国教育行业的 这个行业调研 比美国大部分机构都强 我觉得比华尔街日报 做的都好 因为国内太卷 所以他们能够 直接命门 你举个例子 他们就评估 硅谷这种颠覆式的 教育的这种 合理性 你包括讲一些 这个 有一篇文章给大家推荐过 大家可以去搜啊 大家可以去搜 不要去我们小春老师 不是我们品的 这南方周末的篇文章 叫留学人设的生意 留学人设生意 那他里边讲的这个东西呢 就非常适合美国的家 去了解一下 就是这两年 大家就跟着去学 哎呀 我别人做科研 我也做科研 别人去下校 我也下校 别人竞赛 我也竞赛 大家去看看 国内在 因为国内 美国本科这个申请啊 特别是针对 排名特别高的学校 它是一个非常 呃 优质的市场 这个优质市场 从财富的角度啊 大家想想啊 在美国 你在国内 你卖劳力士手表 你卖那种呃 别墅 大大平层 卖劳斯莱斯 这种奢侈品的时候 你这个用户群体的 支付能力非常强 对吧 那你一定会信一大堆 高学历 精英精英人才啊 就社会所谓的精英人才 去投入行 因为财富回报率很大 这个正常 你赚有钱 是钱肯定容易 那同样的道理啊 在国内留学这个行业 特别是留美方向 汇率一直低啊 学费一直涨 能够出来的家境 已经脱离了大部分 国内中产能够覆盖的 而在美国不一样 美国家庭 你是不是中产 你是不是高净值 你都要读大学 对吧 你你这是个必选项 而且美国整理收入 和这个学费比还可以 所以导致的结果就是 大量的这种精英啊 什么叫精英 社会精英 从高考的层面 最名最牛逼的这个大学啊 说的说的不太好 就最最国内最牛的大学 或者最牛的海归 他们老多时候 宁可放弃一些金融行业 银行去投身到留学行业 为什么 获利大呀 当然国内啊 美国我们这边收费是 我们是比较合理 我们没有贵那么贵啊 我知道国内国内有的同行 为什么提这个点呢 这帮人去研究这个行业 他们已经已经就是说 大家想想啊 我留学的时候 这个留学的中介这个行业 能出国的很少 大部分是英文专业毕业的 那到现在已经进化到 哈佛的本科 哈佛的本科毕业的ABC 跑到国内 好多啊 好几个 不止一个 去做这个行业 为什么 他为什么不在美国做 美国的收益不如国内大 对吧 为什么我提那么多前情战要 大家可以通过这两个媒体啊 去客观 因为有的时候我讲一个东西啊 我说大家留学不要造人设 而是要围绕自己的孩子特色 大家不信他说 你也是机构啊 你那么说是有目的性的 那我给你推荐在国内最知名的 我个人认为最有罕见量的两个媒体啊 大家去看啊 我为什么就铺点点多啊 今天讲家族 我特别看一篇文章 是2018年5月份的一个期刊啊 第五十七 2018年 三连生活周刊啊 这个要付费的啊 他讲的一个硅谷的爸爸 和他和他 谢谢家长的理由啊 就是 夫妻两位是这大毕业的 这大毕业之后呢 威斯康星麦迪逊 威斯康星麦迪逊出什么人才啊 威斯康星麦迪逊是拼多多的CEO 前CEO黄征的母校 黄征是上海较大的应该是 在威斯康星麦迪逊 都的CS 现在是中国的这个财富排行榜里边前几位 80后 非常年轻的一个首富 拼多多 拼多多的市值超过了阿里巴巴 给大家提个稍微点话 这两位家长多么厉害啊 毕业之后呢 就投身科技行业 软件工程师后来做AI 没有透露哪个公司 不是谷歌就是Meta 大家想想18年的时候 接受三连的采访 他讲他对孩子资讯的教育 他有一句话我送给大家 作为今天的一个总结啊 所以咱们刚开始给大家总结一下 他讲的呢 就是说他通过两个孩子 两个孩子差大概是 哎呦 差几岁啊 哎呦 差七八岁 至少两个孩子差的比较大 他会发现啊 这俩孩子呢 他从两个孩子身上看到了 教育的 无法复制 他说他就是 你理解教育呢 他作为父母啊 和他太太那么聪明 事业那么成功 大家想想18年的时候 就AI专家 而且在Palato住 Palato不管是18年 08年还是98年 在那住的工作人员 他工资都是比一般地方高的 大家理解啊 不管硅谷的房价涨跌 还是历史 Palato从来就是最贵的地方 因为他是1960几年的时候 斯坦福发迹 真正爆发的时候啊 这个科技 科技行业真正 开始有爆发的时候的 这个原点 就是斯坦福所在的地方 就是Palato 就是Palato这个地方 宇宙中心啊 现在房价顶天 所以这个父母来说 很成功 在事业方面 但是呢 他的总结就是 自己只有两个孩子 但从两个孩子的身上 发现了 他那种无法 去通过他所谓的聪明 他的研究 他的学识 去影响孩子 就他发现教育 他只能做一个教练 去引导孩子 给孩子一些资源 让孩子去做自己擅长的 他提过了 他在18年做那个机器 他们在研究 他的做AI嘛 做那个人工智能 他说这个机器学习 就是有个特点啊 就是你的就像人一样 太难的接受不了 太容易的没有提高 他说的原话 他说他发现 他孩子的教育 他投入的时候也发现 如果难度太大 挑战太大 孩子会 会这个比较丧气也好 就是失去信心也好 反倒适得其反 那如果太容易的话 就没有提升 他说 AI的训练 数据的选择 还有这个训练的模型 也是这么设置的 他说要找一个度 所以他在AI的训练 和人的这个大脑 因为人的大脑 他就像 AI的训练 就是模仿的人的 这个脑神经系统 就人的话 人是可以 自然界里边唯一一个 可以学一支用 不断进化的 大猩猩 马 狗 咱们生活中常见的 这几种生物 但你说黑猩猩 和人类是最接近的一种啊 各方面这个基因来讲 经过几千年 几万年 他依然 不会盖房子 他依然不会像人一样 有各种社会 还会创造新的东西 只有人 为什么叫人工智能 是模仿人的大脑 这种学习反馈机制 所以他这篇文章呢 我觉得很提乎干领啊 他当然 他的孩子是读了 鬼谷一个特别神的学校 叫out school 很多鬼谷家长知道啊 就是脸书的一个高管 做了一个创新型的学校 那这个文章里边也分析了 在圣地亚哥 非常有名的一所学校 在全美国有名的一所学校 叫high tech high 叫high tech high school 叫高科技吧 这个我不知道怎么翻译 这个华人家长 很多可能不知道 圣地亚哥家长 可能知道一些 这个学校是个charter school 他可能要选拔 我不知道是需要考试选拔 这个学校的特点 叫project based learning 就他等于是学艺之用的典范 就他通过一些具体的项目 去设计这个课程 还有通过一些具体的实践 去学一个知识概念 那这个学校 为什么我有印象呢 是因为在上一任美国总统 像川普总统 他上任的时候 他选了一位 因为他选在内阁的时候 都会选一些 这种给他捐钱比较多的 当时呢 这个安利家族 有一位女性成员 安利家族啊 应该是安利家族的 一个媳妇啊 媳妇啊 就我们的媳妇就是 他安利家族 一个孩子的太太 可能是 当他当教育部长 当时很多媒体抨击啊 这个一位女士啊 是上一任教育部长 那他当时呢 哎 我当时正好在 我应该是在宾大上硕士啊 然后正好 我就去 要写一个文章 我就去搜集资料 那他把这个视频放出来 我们可以看 在美国教育部啊 现在应该找不到了 就当年他做教育部长的时候 他请了美国高等教育界 最有创新性 最有名气的那些 CEO过来去访谈 那其中包括 Coursera CEO Coursera大家知道啊 这是硅谷很有名的一个 全美国全世界最大的这个 MOOC 就是那个线上学习的一个平台 那他应该也 就是请了 这个哈佛的那个 EDEX 也是一个线上平台 还请了那个 他请了一堆 所以那时候就给我的一个反感 感觉就是 美国教育创新的 一直在做 一直在做 但实际上是那种 怎么讲 一直是有各种各种阻力吧 但是回到今天咱们来讲 虽然硅谷啊 是一个高科技的中心 但是从那个文章里边 我的感受就是 美国高等教育啊 这个体系 这个大学 私立好一点 整体的功力啊 还是比较落后 有点像咱们体制内 就是做一个动作吧 需要很多的争论也好 政府通过也好 很多政策法律法律法规 所以大家要理解啊 你永远不会找到一个 能够与时俱进的 学校和专业 所以两年前 一年前啊 很多直播间的家长就问我 哎 班老师你说这个虚拟货币 这个专业怎么样 这个叫啊 呃呃 就是这个这个这个 区块链这个东西 我说我不知道 我说大学应该不会开 他说有大学开了 大家看看 现在还有谁提 现在还有谁提这个专业 虽然这一阵又涨了比特币 对吧 但是我觉得就是大家要理解啊 美国高等教育呢 是有定滞后性 但是好处是什么呢 所有的人都经过这一场 辍学的还是少数 所以我觉得在 一个不理想的教育情况下 我们怎么帮孩子 选一个适合的方向 去把他这么多年的 这个学校 呃的基础训练 逻辑训练 词汇训练啊 能做一个铺垫 让他读一个 物有所知的大学 大学更多的价值是 这个这个 你的时间投入成本 对吧 所以我在我在做 加州的分析的时候呢 我一直在好奇 我说为什么加州的大学 排名这么高 这么受欢迎 明明这个政府很抠啊 后来我找到一些因素 一会儿给大家分享 我先看几个问题啊 呃我看看啊 这家长说 橙色说啊 说笨老师好 说如果在加州 读社区大学转UC啊 学校和专业有限制吗 哪些利弊另外读社区大学 转私家学容易吗 呃成泽这个家长呢 我可以大概讲一下 如果你还想具体咨询的话 你可以去去去呃 去加我们的小青老师 加我们小青老师呢 去去干嘛呢 呃去单独约一个 一对一的咨询啊 我们有专门转学的老师 你可以去聊 或者是去去我们的油管 去看我们的一个转学的专场啊 你这问题三个 三个问题三句话有点多 我给你大概讲一下啊 你读社区大学前两年 就是美国大学前两年的通识教育 美国绝大都是大学 大二选专业 之前叫pre major 就他要上一些通识课程 通识教育啊 这美国的一个特点 是二加二的模式啊 所以是才会有社区的概念 他都会提前把这个上 那他的专业虽然没有限制 但是你当你转学那一瞬间 百分之八九十的学生 是要定专业的 因为你之前修的一些课里边 一定要有点倾向性的 就举个例子 有点像高中上AP课 你深工程的 深经济的 深心理的 你的AP课拿的是有一些些许的差别 当然了 社区学院的课 比AP课的种力更多一些 所以他差别在这 更多是一个趋势 你学文科和学理科 你拿的课不一样 所以社区学院本身没有专业的限制 但是当你到大二的时候 你要申请转学的时候 你的课 包括你的选课 是有一定的导向性的 当然这个呢 如果说在做家长 你们孩子十一十二年级 申请美国大学 你就了解了 你的选课 大学是问的 他就问你 十一年级上什么课 十二年级你要上什么课 虽然他看不到你的成绩 但是他能够了解 你上课这个趋势 所以第一个问题 那第二个利弊 利弊要看 这个利弊看孩子学习能力 我不能跟你说这个方子 因为我压根不知道 你孩子什么学习能力 高中什么成绩 读社区大学转私立大学 容易不容易呢 我们社区大学 转私立的上限 我想想 大部分读社区的都读公立 真不太有读私立 他有的转男家 转女大学 转Emory的有 你说的就范德堡 我觉得康奈尔 前两年有转进去的 最近三四年很难 就康奈尔 从社区转 不容易 以前挺容易的 包括哥大 社区转哥大 你要说五六年前 这不是个难事 但是现在谁都知道 给大家举个例子 某一个景点 大家一开始不知道 去玩 玩的人多了之后 网上一发 大家都去 那个景点就挤爆了 一个道理 社区也是个道理 所以他本身 OK稍等一下 大家稍等 OK抱歉 好 对大家 大家问题 如果比较简单 我简单回答一下 我也选一些 比较共性的问题 但如果这个问题 特别特别具体 我觉得围绕 需要了解你们家 孩子成绩单 简历 给你们做一个方案 大家去添加 我们的小青老师 添加小青老师 怎么加 给大家说一下方法 你点我的头像 大家点我的头像 笨老师不笨 点一下 点一下的话 你不会退出直播 你会看到后面 有一个添加起危 添加起危 美国版本叫添加 就是那个企业微信 你就会去 添加我们小青老师 你就单独问 就可以了 或者你说 笨老师说 我们油管有100多期讲座 你可以看一看 对 你也可以看那个 所以很多很多这种 免费资料给大家看 因为直播的时候 问题特别多的时候 我会选一些有共性的 可以给大家展开探讨 让所有的家长 都有所受益 当然很难 我尽量兼顾 特别是我们今天 对着这个油管来讲 油管家长稍微有耐心 又是选你们一个问题 好问题 这个东西就好答 这个琳达这个家长说 老师现在就读 加州系的学校 一年整体费用多少 我感觉你应该是 国内的家长 因为你买过我的 一个课程 就是我们给国内家长 准备的没有梯子的家长 看我们的课 我给你算一下 我拿计算一下 大家等一下 我拿计算一下 这个最继汇率 以加州大学比较贵的 UCL UC 伯克利为什么贵 他俩生活成本高 因为他俩所在的城市 生活费比较高 这个地价比较高 所以他的整个费用比较高 那伯克利相比较贵 伯克利目前来讲 国际学生 学费加生活费 我在去年 前年讲的时候 大概是50万人民币 如果孩子省着点花 不自己 要去单独租好公寓 单独要开一个好车 或者天上出去吃 或者购物 50万是拿得住的 50万 我觉得55万人民币 到现在伯克利应该是没有问题 55万人民币 那很多家长就说 不得六七十万 七八十万 不要看 谢谢张老师 谢谢张老师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 我们有个UCSD 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 一个国内的学生 那个孩子 访校的时候 很多家长参与过互动 非常懂事 非常成熟 父母教育的 非常为什么 给他举个细节 我去访校 他知道UCSD抱停车 他提前过站了一个车位 付钱付了一个车位 他在等着我 等着我之后呢 他就把这个停车费给我买了 就没有必要 大家想想 这孩子不挣钱 那我应该去 然后呢 就是那天就是需要去哪 都安排好 是个女孩 非常的优秀啊 这个孩子 我觉得就是父母 可能从小给他 这个沟通比较好 就是 我就觉得 好久没有这种 这么高的待遇 然后这孩子呢 就带着我一步步讲分析 他和我讲了一个细节 他去UCSD 读这个读书 他现在读集团级啊 这女孩 我们带的学生啊 这个孩子他说 他租了一个公寓 然后呢 是一个仪式一厅 然后他分读出去 他在学校的这个辅导中心 他数学不错 他在学校里边 课上的当助教 他就在学校里边 学校当助教是挣钱的 那他呢 就是等于是 他通过把自己的这个 租的房子分租出去 然后呢 再做个Tutor 他的房租是免的 他只交学费 而且这个家庭 这个家庭还不错 人家家庭条件 并不说需要孩子这么干 但是孩子很懂事 所以大家理解 为什么有的时候 说什么扭大一百万 哪大一百万 我就觉得这是胡来啊 你这个花钱是无止境的 上不封顶啊 那我们读书的时候 就大家 你那时候流行 背LV 有钱没钱 人手一个LV啊 那难的话 再没钱 我买一个二手的 这个奔驰 大SUV 五千块 五千美金都能买一个 那时候便宜 就是这种攀比 在青春期非常的明显啊 所有的孩子都有这个特点啊 我当时年轻的时候也这样 所以 这个不能算 我给大家讲的是必须的开支 就是孩子觉得 饿不死 睡得不错 这个吃穿住又没问题 对吧 而且美国这个 这个吃穿住特别便宜 你看你干嘛用 所以我认为到目前为止 伯克利是UC里边最贵的 为什么 伯克利的这个学费也好 杂费也好 还有那个 他的这个居住 这个这个宿舍费也好 是整体比较贵的 整体最贵的 因为加州的房价 北加州最贵 硅谷是最贵的 南加其次 那南加的话 圣地亚哥和那个洛杉矶差不多啊 所以55万人民币拿得住 那美国的家长 你们就比较便宜 如果你是加州本州的这个居民 学费一万六吧 就算往多的时候 一万六 学大费一万六七 大概是两万多一年 生活比学费贵 因为确实 而且住的人挺多 三人间两人间 不一个价格 对吧 你还得抢 有的时候 所以这个大概这个区间啊 所以这个问题比较好 那我答一个油管的问题 油管有家长问了个问题啊 说这个 田中 咱们这老听 老听众啊 等会儿 说体育管理的前景怎么样 适合中国留学生吗 加州九所大学体育管理专业啊 本科没有这个专业啊 本科的话 我说加州大学里边 是没有体育管理这个专业的 我没听说过啊 体育管理有的有那几个啊 莱斯有一个类似的 莱斯大学有 纽大的体育管理 你要慎重 那是纽大的成人 成人部 纽大本科成人部 他叫SPS 国内有些不靠谱的 这个这个 咱不能说机构啊 不靠谱的一些会推荐这个啊 这个大家要理解啊 那个是要在材料上做一些假的 那不对啊 体育管理 学生大学比较有名 但大家想想啊 我一直给大家建议 游戏设计体育管理这种 非常 就是说在本科阶段 专业导向非常强的 同时又不是那么大众的 你主力的会计无所谓 会计我支持 这是一个非常普遍 当然有可能被AI取代 什么都可能被AI取代 那就不说这种远的了 体育管理和游戏设计 在直播间里边经常家长问 我不知道是不是有一些 体育相关的机构 孩子喜欢体育给推 还有这个这个这个 有去年有一个礼拜 我有三位家长和我沟通 来自上海和北京 分别的两个地方 全是体育管理 我都懵了啊 当然他里边有体育管理 有那个运动技能学的 所以我我我个人不太建议 有一个排除 如果这个孩子从小喜欢 酷爱体育 你讲起来的话 头头是道 假如说他喜欢NBA 他能把NBA29个球队 呃经理的名字 还有每年这个选秀日 怎么去选秀 这个工 这个每个球队的公司 帽他门的门清 这种孩子的支持 所以我在直播间的时候 不会把话说死啊 有些孩子 他在早期的时候 有非常强烈的爱好 他在这个小小的细分领域里边 已经建立了非常 丰富的专业知识 和这种背景铺垫 他完全可以考虑这个专业 他不需要做研究 本科就可以搞这个专业 他可以从事这个行业 但老的孩子 他专业不定的时候 他觉得哎 我挺喜欢体育的 还挺有意思的 这种孩子我不建议 因为你对自己了解太少 你把自己的维持 本科给收窄了 那这样的话 将来的空间更小 大家仔细想一想 你就对比美国 最难进的那几个学校 哈耶普 你去看他的专业设置 非常的大 非常的宽泛 因为他这样提供的是可能性 那很多家伙说 哎 我们孩子进不了 我们就要找一个好就业的 好就业专业多了去了 你为什么要学一个 就是 两班都学不经的 对吧 你体育管理其实是商科啊 你学商科的话 可以做体育管理 你体育管理做完之后 你去金融公司你怎么找工作 你去金融行业 你去这种零售行业 你去科技行业的这种产品 不你怎么做 你是体育管理啊 已经把你自己锁死了 除非你有非常明确的爱好 所以这种专业 我给大家 我个人的建议啊 必定对啊 除非这个孩子有非常的喜欢 投入大量的这种时间精力 已经是行业小专家了 这种是可以的 这种绝对不排除 他自己可以做媒体的 大家知道在国内啊 有一个号叫虎扑 有一个网站非常有名 就是一帮体育发抄 有凑的号 其实就论坛 大家在这吐槽 每年凭这个虎扑美女榜 很有意思 一个非常男性主导的 一个平台 但是呢 也做得非常大 就是最早的体育发抄友 所以我觉得啊 这个专业 我个人不是那么推荐 当然我不理解 这个孩子有没有这个特质啊 好 先给大家看啊 感谢大家送的粉丝灯盘 刚来的直播间家长 我们今天的题目呢 是加州名校最新露水难度分析啊 因为今天问题有点多呢 我会我开始 我会一会儿选一些问题 然后给大家再总体讲一下 杨冬写 杨冬写你好 然后呢 大家想提问 包括想加到我们家长群 我们家长群的话 会有每周的直播预告 还会定期发送我们每次 对美国 我们家长群内的这种 Zoom讲座 Zoom讲座的话 有PPT45分钟左右 针对一个话题 我们这周六 我们的Zoom讲座题目 回头会传到油管 是普娃逆袭攻略 我们的Dana老师 带了三位普娃 这三位普娃的特点给大家讲一讲 因为我们前阵 刚讲完斯坦福的案例 讲完宾大的案例 很多家长就会说 这个我们 谢谢凯恩 谢谢凯恩 就就会说 哎呀说 笨老师 你这是忘本了吗 你这个 你最早不是说 不要焦虑 不要鸡娃吗 但是大家理解 每年这个行业 一定是特别牛的案例 那几个吸引 很多家长的眼光 但是我们 我跟大家说实话 我们50%以上的学生 是普娃 这三个普娃呢 分别录取了 来斯大学 排名前售 来斯大学计算机 纽约大学的 这个这个一个一个一个这个理科专业啊 这个生命科学专业 另外是一个普渡的商科加设计 一个混合专业 这三个孩子 所以叫普娃 第一个普娃 大家可以去我们的这个群啊 想接啊 群听这个普娃逆袭攻略的家长 去点我的这个 要不呢 就是加粉丝灯牌 接接地气 之后你会看到一个图片 图片里边有小庆老师的方式 要不然点我的头像 点我的头像 后面有个添加启威添加企业微信 或者添加威抗 这个呢 就会去添加我们的小庆老师 两个方式进群啊 会收到这个周六讲座链接 周六讲座 我们老师会分享三个具体的案例 什么叫普娃呢 第一个普娃 他是我们很早开始接 他是另外一个机构过来的 美国本土的一个机构 家长也是我们老听众 就觉得那个机构好像没有给大家什么收获啊 那过来的时候 这个孩子成绩很好 高中也很卷 但家长知道这个孩子就太听话 没有什么太多的这个想法 就是一个一个普通的孩子 然后呢 他呢 就担心这活动没有特色 而且孩子呢 这个孩子非常明确 他就学计算机 不是他想 他就擅长 他没有其他 他就计算机不错 那这华人男孩 计算机又在加州的一所功效 就很有问题 那我们其实丁老师花了两年的时间 把孩子个性给突出出来 做了一些 不那么像一个典型亚裔男生做的东西 而且还在零竞赛 这孩子没有任何竞赛 零竞赛 来思这个计算机录取啊 然后呢 在学校里边没有任何领导力的职位 没有 当然有俱乐部的成员 没有领导力啊 但他有领导力 只是说没有职位 没有任何比赛 机器人啊 编程数学零 物理零 这个案例大家可以看看 这个家长说 哇 这叫普娃吗 我说的普 是这个孩子个性来讲 活动来讲普娃 那第二个孩子 牛大的 这个孩子呢 女生 录取结果 他呢 就是典型的一些 完美主义的家长 和孩子都会感受的 就非常焦虑 就担心没有需要要的 这个孩子呢 活动很平 平到一个就是 在座家 你如果DIY 你听你个讲座 网上做点攻略 你就能做那活动 就是普通的 没有门口的活动 他出台的地方是文书 这个孩子不善言表 但是你跟他聊 你跟他说的话 如果他认为合理 他会记笔记 他在文书里边体现 就跟他做文书呢 因为他是我和丁老师 一起带的一个 一个家 一个用户啊 就是说我们俩一起带的 这个孩子文书出活很快 他上课 我们一块去brainstorm的时候 他话不多 但是每次我们的反馈 他能够呈现出来 而且他能够给你翻出花来 就是进化的更快 那我们的反馈 他有的接受 有的不接受 但是呢 你会发现他文书很出台 就是他是普通的活动 写出了不普通的文书 当然了 最最大的特点 是文书的时候 父母是非常坚持 要学某一个专业 我们利 极力给他驳回来 因为我们觉得 你身上专业肯定没戏 但是那个家长 其实大家想想 如果我们是比较 比较精明的 我们就说好你选吧 那进不了的话 别赖我 如果我们坚持某个专业 那没路话家长会不会找我们 对吧 所以说我们就坚持 因为我们说 我们跟家长很坦诚 我们的经验在这摆着 我们不能保你进 但是我们保证 我们选的这个方向 是你录取概率最高的 我们不能保你进 我们也没保路学义 我们也为什么排名费都没有 所以呢 这个孩子 我们其实家长工作工作 孩子做功课 最后一地成功驾车 这孩子dream school 非常开心 这孩子成绩也不行 他ICT考的呢 不是那么高 后来没教 纽大没敢教 我们也让他不教 最后录了 非常开心 当然他能录的原因 大家想 纽大是个位数 是个位数 而且他甚至是热门专业 就是专业的选择 我当时想 如果听他父母的专业 如果我们掰不动 我们肯定不进 而且还有一点 这个孩子功力呢 是非常confett 精神非常强 所以他的成绩 即使不那么突出 也拖出底了 因为他们学校是当地 比我们的一所功效 所以大家得理解 一个孩子录选案里 很多因素 那我们的判断 是基于很多因素 做了一个判断 而不是说开脑门 因为大学给的数据呢 量太大 你不知道哪个州 你不知道他是属于哪个区间 但是我们结合学校本土的 孩子本身的特点 加上学校的趋势 我们的精神率是比较高的 而且我们在选校的时候 我们团队会评估一下 我们的那个委员会 就是我们内部的 我们会分组 我们性格互补的顾问 我也参与其中 这个孩子呢 一堆B还有C ICT呢 拼分1400出头 来的也比较晚 而且很倔 就是说 非要要升一些热门专业 但是他的活动 那是真没啥关系 就硬凑都不好凑 所以我们等于是两边去协调 那我们得保他能进这个学校 而且这个孩子 对地区是有要求的 所以这个孩子呢 就是花了很多时间在 在battle 后来有一次 我们丁大师也 也也也也 也说不过家长 他毕竟年龄比我轻一些了啊 而且这个这个 这个女顾问的话比较nice 后来把我给逮进去了 说笨老师 你一定要劝一劝 说这么搞下去 肯定没学校上 所以后来我们就可能家长 好在那家长也是老听众 比较支持我 呃 就是听从了我的建议啊 这个也感谢这个家长 后来我们就是按照我们的思路走 因为我们团队其实研究过 这个孩子呢 如果走到父母乡走的专业 可能全聚 因为硬件不行 软件也吃亏啊 你你没有故事啊 就是你觉得大家想想 你是一个 嗯 怎么讲啊 就是你明明是一个非常牛的 非常好的 非常材质的那种豆腐 你非要去参加这个烤串比赛 你不就露馅了吗 就豆腐再做 他也不吃肉 不说肉好坏 你应该去豆腐比赛 对吧 你做华阳菜 把豆腐切成细丝 展现刀工 那就牛了 所以每个孩子材质不一样 就是你是个豆腐 你没法捏成肉 你吃个肉 没法假装是个菜 对吧 就这感觉 所以当时大家可以 大家想想听这个讲道 我觉得这个普娃的这个案例呢 非常适合在座直播间 所有的大部分的家长 因为大部分家长呢 如果你比较冷静的话 你你不不膨胀 你知道自己孩子的水平 在任何一个高中 普娃是大多数 全A的孩子一定是少数 如果你所高中 百分之五十的学生全A 这个高中的大学录取 会有问题的 因为大学就懵了 我说一看 说你们学校百分之五十的权 我怎么录啊 对吧 所以大家仔细去看 你们学校提供school profile的 他会提供一个孩子这个 GPA的分 这个区基区间 distribution 大部分孩子是B 大部分孩子是B 我见过有百分之十之A的 这个学校 也见过百分之二十的 三十以上的很少见 因为我们看了大量的学校 所以大家理解 普娃这场讲座呢 大家就是去点我的头像 到后台 去加小青老师 添加 微抗 添加起围 去去添加起小青老师 然后呢 去获得这个 到进群里边 我们这个讲座链接 然后呢 大家也可以去 油管家长比较方便 油管家长应该都能看到 油管家长可以截图啊 这个在 在微信这边 我偶尔干得色一下 比方说不太敢啊 大家油管家长 如果没有在群里边 你可以点这个进群啊 你可以收到直播通知 OK 然后 这个家长可以截个图啊 咱们这个微信里边 家长可以截个图 截个图就行了 偶尔可以放一放 不能多放 这是进群 大家不用担心啊 进群就行 进群就给大家资料的啊 没有人会主动联系你 去问卖你任何东西 大家不用担心 放心进群啊 好 我给大家看看 好问题啊 怎么算加倍剧品 现在都是经济整体下景啊 OK 这个这个 还是要考虑钱啊 这个我理解 到我孩子的时候我也会考虑钱啊 这个一定是的 美宝啊 大家看这个问题啊 怎么算加州居民 这个问题可以适用于 怎么算华州居民 怎么算德州居民 怎么算纽约州的居民 怎么算佛州居民 都算啊 给他同意回答 怎么算 怎么算美国某一个州的居民 美国宝宝 美国生啊 父母在美国有报税 没有身份 可以吗 可以 你有居住 可以 但是有个问题啊 你 我觉得不行 这个你要问专门的 这个财务的啊 你可以去问我们 找我们的科科老师 我们科科老师这方比较熟 因为问题是 你孩子不独立报税 这是你父母啊 就是他跟着你报 你哦 我理解了 抱歉啊 我理解 这个家长是没有身份 你能报税 没身份 那我理解了啊 我知道你在等身份 没事 你和绿卡公民没有区别 美国啊 加州和纽约州 是两个深南州 对 对这种没有身份的移民 非常非常的友好 非常非常友好 大家知道 每天边境 有多少人来美国吗 就是这过去的这几年 拜登上台之后 每天几千个 每天几千个 有成的有不成的 过去几年 是美国入境 这个从南南边入境的一个高峰 非常高峰 啊 是高峰 咱们国内来的大概 年初第一季度 去年 去年就有小一半 小一半 国内来的 这不都说了啊 所以大家不用担心啊 你能报税 说明你是没有身份 不要紧 你有居住记录 你这个比有身份好事 有身份 没报税 没有住 还不如你 所以大家不用担心啊 不用担心 这家长我认为没问题啊 好 给大家看看问题啊 对 穷忙啊 OK 仓鼠 哎呀 仓鼠刚看到这个 我去 等会儿啊 好问题啊 咱们今天讲是 加州这个 给大家讲一下 加州的名效 包括哪一些啊 给大家排名说一下啊 给大家看这个文章 讲了半天没有 哎 这家长问怎么进 这个这个群 刚才放那个 放在那里马 进群的家长啊 这个油管家长 进群的 你们就直接挤啊 你们这个随便放啊 这个微信不太让放啊 你一放的话 他会限流 一定会限流的 给大家看一个文章 油管家长看不到啊 这个微信的功能比较发达 给大家看看啊 大家可以关注 我们的这公众号 我们的公众号 叫尹青 大家去搜 尹莱婷 尹青教育啊 去搜这公众号 我们有大量的这种 是符合中美两地 家长这个品位的啊 这个这个这个趣味的 这些文章 而且这个资料详实啊 我们都是做过资料 比对比对的 给大家一些具体的一些 一些参考资料 大家看啊 加利福尼亚州呢 呃 在今年有可能他的GDP 会超过德国 成为全世界第四大经济体 第四啊 前面就是美国 中国和日本 啊 第四 他之前超过的英国 应该是印度 他变成第五 他现在是 他现在应该是 第四 第五到第四的路上 如果加州单独作为 一个经济体拿出来的话 全世界比他经济总量大的 只有几个国家 美国 他的母国 中国 啊 日本 德国现在和加州的差距非常小 所以加州呢 还有个外号 叫金州 大家知道加州有个 知名的球队 叫金州勇士队 对吧 为什么叫金州 最早的话 华人劳工来 是来修链路挖黄金的 对吧 一八几年的时候 说这边有金矿 后来发现是银矿 华人叫三颗馒头 三颗馒头 这个城上 才是首府啊 当然了 因为加州有没有黄金 实际上发现没有情况 但是加州是一个奇迹啊 加州是美国 啊 海岸线最长 人口最多 华人数量最多 高科技企业最多 呃 物价最高的一个州 啊 没有之一 纽约市比他高 但纽约州根本就不如加州 加州房价 中位数现在应该是七八十万 而加州对移民非常的友好 所以加州是个非常特别的州 非常的保容啊 那大家看看 呃 他的GDP啊 在那网上窜啊 这个就不重点 给大家看着学校 给大家直接看学校啊 大家看着学校 我们把 美国有排名的综合性大学 和文理学院给大家做了一个排名 把加州的逮出来啊 加州分南加和北加州啊 他分两块 因为他太大了 两边中间距离还是挺大的 因为中间没啥人啊 没啥人住 大家看啊 排名第一的就是斯坦福大学 斯坦福大学去年的排名是第三 那排名下一个就是加州理工学院 是一个非常神的学校 在Big Bang Theory啊 在美国知名的一个美剧啊 讲科技的啊 稍微啊 大家稍等一下 我回个重要信息啊 这个同事有急事 我会留一下 大家等一下 又一些家长的问题 我们有孩子着急面试 我得赶紧约约老师 给他给他去安排面试啊 因为我们有个ABC的老师 Henry老师 专门帮最近密集面试的孩子做准备 因为大家想 面试的时候 我们没法帮孩子面试 因为我们太了解这个孩子了 他要说什么都知道 整个材料啊 不人storm 头脑风暴啊 包括一些策略 我们都知道对吧 那我们实际上 我们就必须找一个 从来不了解这个 从来不了解这个孩子 像赵生官一样 他不知道 他那简直都没看过 上来就聊 问一些大学赵生官 最常问的问题 所以我们这个老师 每年我们单独有个ABC的老师 母语是英文 在美国长大 去帮孩子去练 这个特别有效 我们这个孩子练上瘾了 要多约一个 我给他安排呢 大家看 斯坦布大学 加州理工学院 那UC不要说了 UC Burkely UC UCLA UC Davis 大家看 在过去几年的历史里边 只要是能排进 加州前三十的大学 只要能排进 美国前三十大学 会受到大量追捧 所以我们今年等 过几个月的数据 UC Davis一定会非常的热门 非常的热门 过去他不是那么热门 因为他的位置呢 稍微有点偏 不是像尔湾 在一个非常大 非常这个热闹的一个城市 也不像那个UC Santa Barbara 在一个美丽的海边 戴维斯很漂亮 其实我很喜欢 我带团队去访校 我一些家长参加过当时的直播 你一看就是古色古香 因为他是美国 他是加州应该是第二楼的一个工校 当年他是属于 谢谢妈大家 当年他是等于伯克利 单独把农学院摘出来 农业学 找了一个实验田 他在那建 后来成了独立的校园 就UC Davis呢 非常像一个 大家印象中的大学 参天古术啊 当然不是参天 就很粗的古术 他是号称是全美自行车最多的 这个大学 到处自行车 一个学比较大 我是很喜欢 有一点啊 UC Davis的这个食堂好吃 他的特点就是 from farm to table 因为他的周围都是农业 他的农学全美的一样 人家就是地里边 长的这种organic 有机食物 倒餐桌 真的是吃起来不一样 价格还合适 治安也不错 因为整体不错 但是UC有个通病啊 他搞这种性别对立 我是受不了啊 这个我上次去直播 我让我同事拿着我的手机 去接着播 我找不到厕所 因为在厕所里边写了我不认识 他写了就是说 我不知道是给性少数 还是说男女都可以用 我就傻了 你知道吗 每个有个隔间 我刚要进去 结果发现有个女子出来 我就问他 我说这是男厕所女厕所 还是都可以用 他说 一个UC Davis学生说 I don't know 说我不知道 所以当时我就懵了 我说就是封美啊 其实这个厕所这个事 我真的得吐槽一下 就其实性少数的人有 你可以单独设置一个厕所 对吧 或者你就是那种单间也可以 但他没有就瞎搞 所以上次去 Device吐个槽 这不和Device没有关系 这是整个UTJ德行 他有些政策不好 当然其实教授也吐槽 其实加州大学教授做过研究 ICT非常有必要 ICT加GPA非常容易 去预测一个孩子的学术成功 毕业率 但是UC是这个 UC内部的学术报告 于不顾 根本就不管 该干嘛干嘛 第一个 全面取消ICT的 美国公立期间大学 这个就不吐槽了 但如果这个UCT再说 就大家看看 UC系大家看 美国前三十大学 竟然有这个 一二三四五六七 有七所在加州 有七所在加州 前三十 将近四分之一在加州 是不是资源很豐富啊 你看前五十里边 我在八九 前五十里边有五分之一将近 在加州 美国前五上 美国这么多州 五十个州 前五十里边有将近五分之一在加州 前三十里边将近四分之一在加州 什么概念 对吧 对大家看啊 这个 大家看一个东西 然后大家看 还有哪个 前一百就更不 更不多 前一百很多 大家看前一百非常多 你看 一个加州占那么多 当然人口比例也比较高 很多家长说 这个麻州的这个麻省里 就马赛诸塞州的这个教育资源丰富 他就是那个城市 波士顿比较集中 但是你要真和加州比啊 麻省才比不了 美国教育最发达的啊 他就说大学的这个 密集程度 这种排名 因为很像说 你不能光看排名 你要看别的 我不是非要看排名 是因为大家都看 所以从排名来讲 没有人一个学校比的要加州 而且加州的学校举世文明啊 大家想想啊 斯坦福你去英国 你去德国 你去中国 谁不知道 为什么啊 沾了高科技行业的风 从2000年互联网泡面开始到现在 他就是最热门的一个学校啊 没有之一啊 他非常热门 而且他的那个学校 那个校友捐赠那个基金啊 独立基金 增量的非常迅猛啊 已经到500多亿美元了 大家看啊 那加州又非常牛的文理学 大家看文理学 大家看看啊 波莫纳学院排名第四 克拉姆康纳十一 哈维马的十六 啊 这个35是script女校 39是peter peter college 六所排名前50的文理学院 其中四所 七种 这等会儿 这是七 这是六所 其中有五所 他们在一起 就五校联盟啊 我们有单独的文章 大家可以去看啊 好给大家清晨回来啊 大家可以去看看这个加州的这个这个特点啊 北有硅谷 南有好莱坞啊 这都是两个巨大的文化产业链啊 给大家看看 所以给大家 我我我把这个关掉分享 大家稍等一下 我再等一下 大家稍等啊 他这个操作起来 一改我都 我都不带 大家稍等啊 我把这个换掉 好 我们继续回到这个直播里边 给大家接着聊 呃 加州这块呢 我觉得刚才的学给大家看了 私校功校都有非常大量的资源 大家不要只看排名靠前的 呃 UC系呢 就沾了排名排名靠前的光 所以每年会吸引大量的申请者 那文章里边我们也提了 加州大学呢 是美国最热门的一所功效 热门可以从那个申请人数的概率来讲 那UC伯克里更是全美国第一所申请人数 将近15万的就申请人数最多的大学 没有这样 全美国申请人最多的 就是UC LA在两年前打到了14万9000多人 14万9000多人 去年有点下降 啊 不是前年有点下降 大前年是14万9000 就1000那年 今年我们拭目以待 我觉得今年的话 我觉得也不会少 反正15万大家想什么概念 纽约大学是破了几万啊 是8万多还是几万啊 纽约大学是破10万人 入区率变个位数 纽约大学破了10万人 南加大是8万多人 早生4万多 常规4万多 是这么多 哈佛大学大概五六万 大家想想 当然 这样说这个越高的话越不敢深 但UCLA你说好深吗 多难深啊 UCLA在过去的三四年里边 录取率已经低于伯克利了 虽然在大家的印象中 伯克利是学术上最牛的 因为他的诺贝尔奖 等于是剩下来所有UC加起来总和 他诺贝尔奖仅次于牛津和 不是 仅次于剑桥和哈佛 全世界排第三座的 UC博克利对吧 但他录取难度 竟然是低于UCLA的 因为UCLA这个城市 太受年轻人喜欢 说到这儿呢 就不得不说 加州最新人的另外一个地方 就是他在天气 天气背后就是那种生活环境 大家想到加州呢 就是两个服装品牌 美国非常火的服装品牌 AF 阿波区 对吧 就是一般店里边画一些 这个帅哥美女啊 那种模特儿身材非常好 那种比较紧的衣服 年轻时候我也穿过 Hollister和阿波区 然后大家想到海边 就是沙滩冲浪 对吧 好莱坞 硅谷高科技 就加州给人的联想 就是年轻人喜欢的 现在我们发现 我们的学生遍布美国 各地一样 还有还有中国啊 那别的地方 加拿大也有 孩子基本上就两个地方 绝大多数喜欢加州 那第二多的就是纽约 他们就是东部呢 很多家就是东西海 两边挑 但具体到城市 洛杉矶和纽约是最受欢迎的 这也能解释 就是为什么南加大和这个纽约大学 是过去几年私立学校里边 申请人数增长最快的 但他也不扩超 所以导致他非常热门 他想城市 其实我现在经过疫情啊 我最能理解啊 大家想想 人是一个群居动物啊 嗯 就是他喜欢热闹 凑热闹 他想凑哪儿都怎么来的 就是你在家里边 你需要休息 不管你是射牛 射恐 内向外向啊 我们一定需要独处的时间 但是呢 年轻的时候 他更在乎这种 每天有日新月异的变化 这为什么能解释一些 咱们美国长大的孩子 一到熟下就回国 国内变化快啊 那个北上广山 那多热闹 对吧 去玩 但是一样 美国你看纽约啊 虽然他的建筑比较老 他那个店啊 一茬一茬的换 这个洛杉矶就不用说了 潮盘啊 一些比较热闹的活动啊 演唱会啊 包括一些粉丝见面会啊 包括一些小的影展啊 一些博物馆非常的发达 所以大城市对年轻人的吸引 在美国大学申请 这个阶段体现的零零尽致啊 大家要知道啊 洛杉矶的居住人口 常住人口 比硅谷多得多啊 是是这个叫什么 是这个这个旧金山的好几倍 旧金山不是个大城市 旧金山市里只有不到100万人口 而且这两年净流出 那圣和塞的人口实际上比 圣地圣的叫什么 比旧金山还要多 就是硅谷 真正硅谷的这个心脏 叫圣和西地局啊 有叫圣和塞的 叫圣和西地 圣和塞这个地方 他的人口更多一些 这两个加起来不是洛杉矶 洛杉矶的人最多 洛杉矶可是美国第二大城市 仅次于纽约 那纽约是堆起来的 全是高楼大厦 洛杉矶没那么多高楼大厦 就是人口密度非常大 他想在洛杉矶你走carport 你走那个多车道 你多挤都很多 对吧 所以洛杉矶非常吸引年轻人 这个这个当然洛杉矶非常大 有豪宅区啊 海边别墅啊 也有这个非常治安不好的区 也有华人密集区啊 有这个这个这个韩国城 什么都有 所以这种任务 这是吸引年轻人 所以这个加州 为什么吸引啊 我们不是说加州本地的学生 喜欢待在加州 这一个factor 我们讲的是 我们很多东岸的学生 中部的学生 非常喜欢加州 他就想来加州 那我们加拿大的学生也是 受过了加拿大 寒冷的环境 他们更希望孩子能 就是孩子更希望 去个温暖的地方 对吧 他们说一定要大城市 又比较暖和 那出入山基还有哪 没了 对吧 那纽约冬天也很冷 所以说就很有意思啊 就是美国 大家想想啊 这些孩子 所说的这两个城市 正好是美国 GDP经济总量 最高的两个地方 都是这个 万亿级别的城市 就GDP在万亿以上的 非常有意思啊 因为我在看一些图啊 就有些图做的 非常的形象 把每个城市的经济总量 做一个对比 这经济总量 对于他普通来说 是什么 是机会 是这里边企业 企业产生价值 企业产生价值的时候 会创造大量的 优质的工作岗位 那这里边衍生的服务业 对吧 还有这个学校 就是一套的 大家想想 当年我印象很深 亚马逊说要见第二总部 哇 美国那些城市的市长 各种产媚 各种这个 这个这个 去去去去去 去去争取 来我们城市 结果这个 亚马逊玩得有点大哈 他就到处敲锅杠 到处要政策啊 免税多少亿啊 这个政策 那个政策 导致你会发现 美国这帮当地的领导 特别希望把亚马逊拿过来 当时的经济报告是这样的 亚马逊员工过来 每一个员工 他是高薪资啊 他是软件工程师啊 或者产品经理这种 每一个 能够带动当地好几个就业 因为他们是高薪资 他们来的时候 他们的纳税 他们买房房产税 他们房产税里边 那个钱 他们要买房 他们要吃 他们要住 会当地产生巨大的经济影响 会把当地这些 产业都给带动起来 所以美国这个 他们这招商引子 是非常务实的 就讲的是当地就业率 就业率给大家提供工作岗位 大家 所以这个就很有意思 所以说 为什么现在年轻人啊 包括父母都会偏向于 让孩子去大城市 我能理解啊 现在中美两地 出现了一个同样的趋势 贫富差距在加大 当然 祖国更难一些啊 然后还有一点 工作机会年轻人 美国至少美国 国内是 国内是已经是过了那个点了 年轻人往外搬了 因为国内太贵了 工作机会不多 美国不是 美国越来越年轻人 去大城市博机会 为什么 大家仔细想想 去大城市 咱们国内叫北漂 叫护漂啊 当然主要是讲北漂 为什么 可能性 大家想年轻的时候 是没有风险意识的 身体好 对吧 呃 这个志在四方 大学毕业之后呢 是是想做很多事 不管是从事艺术的 啊 经济的 心理的 任何一个都想提 创造可能性 做事业 包括发展 那大城市提供这种可能性 那这个概率取决于个体 你的学校 你的专业 你的校友网络 你找工作 你的这个呃 对对未来趋势的判断 你个人努力程度啊 这些因素咱们不能一一讲 但有一点 大城市给年轻人提供一种可能性 因为我经常好奇 现在我们帮学生水深的大学 当我们发现一个趋势的时候 我们就会去 我至少我啊 我就会思考 为什么有趋势变化 过去的话看排名 这两个话 家长开始看专业 那现在开始专业加学校 很多家长就这样 结果导致我们很难 你又想学校位置好 你又想专业排名高 专业好 你又想排名高 哥大 哥大 好不好 对吧 在纽约 位置好 你的能进 多难 对吧 你去波士顿 MIT 哈佛 好不好 特别好 对吧 你得能进 你去南加大 好不好 特别好 特别难进 又贵 所以就 就是我会发现 越来越多家长 开始排开排 就是排名 他一定会看 但是不注意的一锁 所以很有意思 所以我就觉得 这些现象背后呢 我在思考 这些孩子就是 他们的选择 包括家长选择 怎么选合理 大城市当然也特别的弊端 南加州就是这个特点 我在帮我们同事收集资料 弄这个文章的时候呢 我也觉得感叹啊 加州的话 这么好 有最多的华人 那华人在这的话横着走 你不会觉得是个异类 其实我们有的学生 在别的州写文章的时候 会发现他通常就是被不理 就不被不理的话 也会觉得自己是个外来人 因为学校周围都是白人 就那种很格格不入 当然大部分美国地方是不会这样的 有些地方是不太好 然后呢 那加州不存在啊 加州的话 亚裔的话 大家生活中全是亚裔 而且亚裔 大家知道亚裔的比例在加州百分之十几 并不高 但是大家要具体到城市 你去尔湾看看 你去帕萨丁尔看看 你去那几个 叫什么好的 美国房价高的城市 学去好的 华人比例相当高 华人家印度人 你你从整个加州看 这个这个人口 亚裔不高 你要具体到那些热闹的地方 富人区 华人比例相当高 对吧 你有例子 你去海底捞 咱们去硅谷的海底捞吃个饭 去圣地亚哥的海底捞吃个饭 华人多了去了 对吧 你这就是一个特点 就是大家不要被那个数据给迷惑 所以华人在 在本来的加州的话 就有种回家的感觉 这个是 当然气候非常好 大家想想 加州是美国地貌最多元的地方 有沙漠 有海边 有可以下水的海边 到到圣地亚哥那块靠南的 他夏天就来 下水就不是那么冷 可以冲浪 北边到硅谷 包括南加 有可以滑雪的地方 维度比较高可以滑雪 对吧 有湖 太号湖 那么漂亮的湖 有那个叫什么 死亡沙漠那个区 就是他有他有山 就是加州的地貌非常的丰富 那植被也很丰富 你从北往南一路 开一号公路 号称北美最美的公路 这么 而且加州是美国农业大洲 这个中部有大量的平地 全是盛产各种各样的农作物 很多家长是做农业生意的 有卖大早的 冬早的 对吧 有做那个杏仁的 所以加州从物质资源 从人力来讲 环境移居程度特别好 这也 其实我后来就想 为什么加州的政客 敢那么嚣张 敢各种妖恶的政策 敢就是 加州治安那么差 谢谢杨同学 敢让这个就是 能看到零元购 就治安越来越差 我给大家讲过一个例子 我们对面老太太 给我讲过一真实案例 他就在硅谷那边 他那边有一个富人区 他的闺蜜 老太太闺蜜也吃着都会了 去旧金山吃饭 被人家跟踪了 一路从旧金山跟过来 拿着这个纸着去打劫 当然这个老派的美国人 他比较得瑟 他就会带劳力士 劳力士很特别 金色金光闪闪的 那个金色的 就算不是金色的 那种经典款金一样 能看出来 人家就抢那个表 为什么好出手 这个黑社好出手 所以他给我讲的真实的 后来里边老头 家里边拿这个 和外面这个对摄 他说他在加州 从小长大 七十多年啊 他没见过这种场景 他后来听到闺蜜说的 非常的吓人 这就是加州 过去几年造的 后来我就想 也能理解 为什么国内就要富不过三代啊 就是就是因为 加州这个资源很丰富 他才敢那么嚣张 他才敢 就是去不但试探你的底线 对不 不行你就搬出去 反正来的人比走的人多 大家要理解啊 为什么源源不断 会有人来加州 年轻人来是拨机会的 因为加州的这高科技公司 密集程度能吓死人啊 就像你去一屋 小厂美批发市场一样 你去找一堆啊 加州也是 硅谷也是 硅谷你随便找一个 就是当然你别太偏啊 你在硅谷的这个核心区 那几个城市啊 你随便找咖啡 你在做半天啊 你做个一个小时 你一定听到一帮人在谈创业 就是在这聊聊商业 商业的这个创业 他的氛围在那摆着 所以硅谷的咖啡特别多 当然没有上海的 上海的咖啡馆最多啊 这个比较有意思 所以 就像深圳一样 都是搞钱的 所以就是 而且加州 他整体的话 还是比较保护这种 雇佣关系 就是他的一个 就是adwill 就是老板炒员工 员工炒员工 随便 不需要任何理由 直接走人就行 他整个是这个 是比较 比较灵活的 那在美国很多州 是不可能的 那你要什么遣散费 又是什么加班费 各大的 所以美国加州呢 他就像 我觉得就像当年 十年前的北漂一样 很多人爱这个地方 很多人恨这个地方 就像那个江文 演的那个 北京在纽约一样 很恨纽约 高物价 大家就是拼 没有生活 但是呢 机会 那江文从一个 大提琴的艺术家 后来转变成一个 成功的商人 到后来又没落了 虽然是一个戏剧啊 但是很戏剧的 讲述了 这个 你这种大城市 带来这种机会 和这种挑战 所以我觉得 加州是一个 非常有魅力的地方 北加和南加 那北加的话 科技行业 这个毋庸置疑 是过去二十多年 全世界媒体里边 对聚焦的 那给大家看一个图 非常的惊人啊 大家看这个图啊 大家稍等 给大家找这个图啊 希望能能展示出来啊 有点 但是我觉得这个图 非常的震撼啊 所以说千言不如一图 给大家看看 这个图大家看看 这个图 看不太清 但你大家看 越高越尖的这个 就代表它的经济总量 GDP啊 大家看纽约是非常非常高 为什么 纽约人口多啊 纽约人口多密集啊 你要问人均GDP 纽约未必最高 对吧 但总量确实高啊 金融中心 公司总部都在那 那个全世界最多的 米其林餐厅都在那 大家看这个加州 这个旧金山和洛杉矶都有 大家看这些点 就是美国的主要城市 那这个图不够正 给大家看另外一个图啊 大家看另外一个图啊 稍等一下啊 这个油管压了 不好意思 你看不到这个图啊 这个油管不让展示 展示不了 我就只能口述了 给大家看看啊 给大家看另外一个 更震撼的图啊 这个图最震撼 大家看 大家看到什么意思了吗 每一个颜色代表一个公司 有点压了给您解释一下 我再展示一个图啊 95年到现在 在过去的30年里边 95年到现在30年了啊 每一年 世界上市值最高的公司 市值最高的公司 大家看啊 他在95年的时候 体量就这么点 到现在的时候 已经这么大了 就整个世界经济总量 在膨胀 经济在往前走 大家讲的是美国 这个这个讲的是美国 最早的时候 大家看啊 95年到2000年左右 是通用 美国通用电器 现在都不知道在哪呢 通用电器 大家想想 通用电器 那个时候 大家都学杰克维尔奇 对吧 大家像中国刚改革开放的 不是 刚那个加入世贸的时候 人手一本 杰克维尔奇 对吧 怎么做CEO 通用的管理办法 大家看 这在几年的光年 一眨眼的功夫 微软 微软从1999年开始 变成市值最高 统治了三四年 在过去几年里边也有 然后再过了一段时间呢 到2000 2000年 2005年到2012年的时候呢 是美孚 石油能源公司 靠天示范 那个油价上涨 那段时间 在之后的话 苹果一遥遥领先 而且苹果增长的速度 非常的吓人 苹果在过去 25年 30年 涨了几百倍 苹果的股票 苹果大家是全世界 第一个市值超过 就是 一兆亿 两兆亿 三兆亿的公司 苹果 大家想想 就是这个世界变化都坏 30年 过去短短30年 很多孩子的话 那时候都没出生 大家可以想想 在通用电器 那个所有的 灌音令件盛行的时候 是不是咱们就觉得 那个时候才是 就你想象不到 沃尔玛 包括你再往前看 沃尔玛 看别的可口可乐 所以就是这个 大家也不用纠结 这个东西啊 就是当我们是 我们作为个体 是没法左右 这个历史进程 包括是这个 大概率左右不了 包括那个经济发展规律的 但是有一点 我们可以确认 你们家孩子出生的时候 那个出场设置 我经常这个词啊 自己造了一个词 出场设置 他喜欢什么 擅长什么 他的学习效率怎么样 你们能给他提供的这种机会 所呈现出来 你们提供机会之后 他呈现出来那种状态 包括有些孩子不适合念大学 我给大家说实话 有些孩子不适合读大学 他假如说动作能力特别强 他都一些职业力的院校 他做生意动工很好 对吧 有的就搞钱比较厉害 你读什么学 你读书的话 当你挣钱的 因为挣钱 学校是交不了的 学校交的是你在大企业 学商科 你在大企业上班的 创业很难教 虽然有些学校 学校号称自己能创业 大家想想 创业就是打破成规 去创造一个没有的东西 学校怎么教 学校教你怎么去 有创造力吗 很难 所以创业是很难教的 所以大家要理解 有些东西学校教不了的 你要学校举个例子 教你学医生 学律师 学一个具体的学术 硬核学科 他一定在学校 因为他的硬件软件 教师资源都在那 但你说 我学怎么创业 创业学不来 创业就自己去做 实践最好 对吧 好 给大家接着看问题 所以我觉得加州呢 就是一个 让人又恨的地方 加州的家长都理解 你恨的地方 就是说每年增长的税 税不合理 挤压中产 在加州的话 如果你是个 你没有收入 你各种福利 对吧 那加州的交通也比较差 哪路堵车 房贵 车贵 这个人工贵 加州 而且加州的这些人工呢 你去说白了 老沫啊 我在不同地方 找老沫师傅帮忙 加州老沫不实在的多 就他会坑你 你九里堂 我们家后院砍树 你家后院 当时买房的时候 有一些树 大树啊 当时房东呢 可能就省钱 没被砍 我找过三家公司 三个包家 就宰死我了 第一家 因为我不懂啊 结果后来知道 你砍树 我后面把根给去掉 是两个业务 那另外一个呢 我当时没说清楚 我说你能把这个东西弄 他可以啊 我下次再来 他就没有来 再也没有来 打电话就不见了 后来之后 我吃两次亏之后 我找另外一家 我就把所有加州说死了 他就给你弄一下 所以就是 就是你其实在加州 你习以为常 但我当我在前一家 在西雅图住 在别的地方住的时候啊 把我们现在去别的地方住 你发现不一样 这不正常 就加州有点像 咱们国内里边 有一些 有一些地方 就是你久利的 你去买东西 你先假设这人是个骗子 这个东西 你觉得咱来美国 不就为了躲这个呢吗 咱不就为了生活 能够消停点 能够减养点这种内耗 对吧 我们把精力放在 有价值的地方 但加州我也理解啊 生活成本这么高 可能他那时挣钱的人 他发展的未必好 反正旁门走到好一点 所以 就是给大家举个例子啊 我刚来的时候 我们 买了一个房 前房东呢 就会把他们 这个 呃 原定给你 原定就是 给你前院后院出草的嘛 美国房子不都有院吗 然后呢 他给我头 这个人在二十年了 我对面邻居 你就听他听好 结果这个人呢 我当时就想说 我们家 我 我觉得没必要 每周减 两周减一次 那其实我和他说了 他其实不太高兴 他不太高兴 他也不说 他怎么办呢 他就给他捡的不好 就是捡的很糙 就捡捡草 我们家那些小的那种灌木 灌木植物他就不管 所以开始不知道 后来直到我换了一个 我换了另外一家 不过我搬到别的地方 我才意识到他做的不对 因为直到半几多 我才发现为什么他给对面 就对面干的不错 是因为对面美洲让他干活 所以大家想想这种事 咱们都讲诚信啊 讲这种 就是因为我让他收入少了一点 但是他来了也少啊 但是就这样 这就是现实 所以一开始我觉得 正常因为在加州待着 我们也待着好多年嘛 直到我去别的州开始住 我发现不一样 就是加州已经变了 已经变得有一些 我觉得过于功利吧 就是在加州 给大家举个例外例的 有个图不太方便展示啊 就是太小 但是那个理论就是说 你想在旧金山 他有他有几个数据 一个呢就是说 你想过得比较 就没有压力 和过得很舒服 给大家看看 我给他对下这个 这个这个金额差多少 这个图 这个图大概在这 给大家看这个图 我这个油管压长 今天亏大了 这些图都特别经典啊 因为这个网站呢 我也不给大家说啊 不能给大家说 这个网站的话 呃 versus wealthy 你觉得你是富有的 富有的就是说 哎 我今天去去吃顿好的 几百刀啊 吃个比较贵的 四季酒店啊 吃一个 呃 file course meal 可以 对吧 我升级买辆路虎也没问题 对吧 当然美国路虎也没有国内贵啊 他怎么举的呢 这个图里边 这个咱们呃 微信的家人看得非常直观啊 黄色 深黄色 这个这个不要深黄色了啊 橘色的部分 橙色的部分 橙色的部分 橙色部分就是 financially comfortable 就是哎 我觉得我过得还挺好 那另外一个就是富足 富足啊 过得挺好 过得富足 差别 如果在旧金山啊 这是 这是哪年的数据啊 这应该是2023年的数据啊 在旧金山想过的 还还可以挺好的 你需要170万美元的净资产 170万美元的净资产啊 你想过的富有 你需要470万美元的净资产 470万美元净资产 什么叫净资产 你的负债 啊 OK 今天断了吗 我大家知道为什么 大家说等一下啊 抱歉啊 刚才有几个电话打进来 所以显示断了啊 我刚才有同事提醒 我都没注意啊 有问题有点多 大家说等 不知道为什么有电话打进来 抱歉抱歉啊 所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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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刚才有家长提醒 我没看到 下面留言很多啊 所以大家看啊 你能看啊 从这个里边 你能看到 这个生活成本多高 洛杉矶 圣地亚哥 150万美元净资产 啊 就过得还不错 350万是富有 但什么叫净资产啊 你所有的债务 去掉之后 你剩的钱 你的房子多贵不重要 你里边有多少房贷 包括你 你除了房子之外 你别的这个净资产 这就是净资产 大家看 很贵 但是我说实话啊 我觉得比国内要便宜 大家想国内那个活润财富太阳房 想在北上广山过得比较舒服 哇塞那都是那资产比这个要高 而且国内工资偏低啊 对吧 当然我觉得美国还是你看大家看啊 休斯顿 很多华人喜欢去休斯顿 美国的德州是加州在过去几年 搬出去最多的一个地方 德州 德州吸收了加州搬出去最多的居民 其次是凤凰州 就有个亚里桑那州 然后呢 华盛顿州 还有内华大州 就加州 走了很多人 当然去了很多人 搬进来 搬进来大多是年轻人 或者是事业发展比较好 薪资比较高 去那儿 Permotion都有啊 休斯顿比较便宜的 60万的净资产 你在这就过得挺舒服的 200 210万美元 你就是富裕 也不叫富足 就是富足 应该是富足 应该是富足 就算富人在那 所以大家能看啊 你选择不同的城市 你的这个生活待遇是不一样的 对你的财富追求也不一样 大家要理解啊 美国有一个机构 我非常认同的一个机构啊 他做了一个统计 叫教育投入净回收率的计算 他用这个美国这个大量的这个数据 去统计这些毕业生 不同专业的大学毕业生 他们的减缺负债之后 他们毕业的薪资中位数 看每个学的表现 那其中他们说 加州理工的计算机 是最最好的 他们大概职业生涯的总收入 30多年啊 大概是420万美元 大家420万 加州理工CS啊 咱们说父母没有任何支持 孩子就靠自己念书 能有420万的净书 今天的这个美元 他在旧金山 依然达不了富裕 富足的程度 他只能达到这个叫 过得挺好 当然他已经很好了 大家想这是最难的了 加州理工最好的专业 就从财务回报率来讲 那当时我们也举过一个例子啊 就是 宾大的这个金融方向啊 就是货盾里边金融方向和宾大 这个电影制作 差三倍 职业收入中位数 到中间都是差三倍 那职业生涯收入更差很多 所以我们即使把这么大的数据里边最高拿出来 也发现很难 所以大家要理解这个事啊 就是选择一个城市呢 孩子会面临很多挑战和机遇 但是呢 我是这么觉得啊 住哪呢 看孩子爱好 大家不用纠结 但是年轻的时候呢 确实大城市更有吸引力 因为它代表了可能性 代表了可能性 代表了这种热闹程度啊 这种机会啊 这个确实是 而且不一样 金融中心还是纽约 科技中心依然是硅谷 那娱乐产业中心依然是洛杉矶 这些这种 你像圣地亚哥 生物科技行业的据点 波士顿是吧 制药行业 生物行业的这个据点 新德西也是制药行业的一个据点 就是不一样 很多当然有的 有的城市依托于大学 大学里边相关的产业 我们很多家长是教职嘛 好给大家千万回答 所以这个呢 家长就是让一个 一个让人又爱又恨的地方 就是家长来说 他觉得这有什么好 这个又贵 然后呢 税又高 这个周税又高 然后福利又少 交通还差 又不是为了孩子 谁在这待 但是孩子很喜欢 天气很好 对吧 然后呢 年轻人又觉得 反正他们没有房贷 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 很多时候呢 孩子如果他没有这种 家庭财务的参与感 如果在座家长是普通中产的话 那你要不要 逼着孩子学CS 让他解决将来 这个财务压力问题 让他从小理解 挣钱不容易 给大家举个例子 我们下午刚好 有学生开会会 那个学生是美国 中部的某个州 非常边缘的一个城市 他说他学校里边 几千个人啊 就几个华人 大家想想 华人人口占全世界的六分之一 对吧 有阳光的地方 就是华人 对吧 在他们一个州里边 一个小城市 大概几千人的小 一两万人的小镇上 家里边是做餐馆的 我们很多家人 是做餐馆的 一带移民 不容易 他说他妈妈就是 他在台湾打工 他妈妈是给他工资的 就他真的打卡上班 看小时 后来我觉得 这妈妈是高人 就是 这个孩子到现在也上班 他在当地的美国一家超市 他ABC 他每个州有15到20个小时 那大学在申请的时候 他就会看 这个孩子和别的孩子不一样 他每个州 他的学习时间 比别人要少 10到20个小时 有的时候甚至三 过年的时候啊 美国的这个新年啊 或者那个感恩节 他有30个小时以上的 这个 这种 加班 要上班每个州 为什么 缺人 大家想想 他就开始管了 我们就问你们 他说我也攒着给大学 说实话 这个孩子肯定不在直播间 因为是中文不行 妈妈有可能在 这家里边是负的 其实孩子学费 私校工校都可以 但是我觉得父母做的 这点特别对 让孩子从小 1516岁 就有这个理财的意识 理财不让你发财 而让你意识到 你的时间 目前你的时间 只值这么多钱 你很辛苦很累 那他就会 合理的投入自己的时间 他就会考虑 躺平这个东西 是不是可行性方案 对吧 所以大家要理解 很多家庭富裕的家长 国内也好 美国也好 就让孩子一心学习 还是国内那一套啊 脱产学习全部 其实会影响将来孩子 对专业选择 职业判断 就他现实的成本太低了 全是影响主义 除非你们家 我们家 我们确实有些家长 瞧着真的很好 他不在乎孩子干嘛 因为他真的是有信托啊 我们很多家长 那是非常有钱的 就是孩子将来就给这个信托基金 每年每年就这个价格 读大学全包 然后呢 有一些基本的保底 这种家长是有的 我们还有家长的中产啊 但是呢 这个年龄大一些 赶上了硅谷房价 长之前 人家三四套房子 每一个孩子一套房子 说孩子就算家长过不下去 也能有一套房子住 这种家长也有 那你的这个风险系数是比较低的 大部分家长没有这个条件 那怎么办 让孩子提早的参与 所以我们其实我们所有的学生啊 我们尽量除了不是那种需要啊 需要这个花大长时间补习的 我们都会让他打工 因为打工特别锻炼孩子 并不是只给大学看 因为大家想想啊 老多时候大学看的反倒是对你有价值的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不让大家去做一些 虚头八脑的活动 包括义工 没有意义 内在解决不了问题 对外也没有价值 好给大家接下来看 我问题讲的一点都忘了 这问题怎么凑凑的 刚才我们同时提醒我都断了两次 我都没注意啊 因为刚才有人打电话 所以我把这个去掉 让一个not disturb 这位叫Jancy的家长 咱们油管家长呢 响进去很简单 你们这边可以随便展示这个码 大家可以截个图啊 回去用自己的微信扫码进入 我们的这个家长群 都是微信啊 这个油管家长可以随便方便啊 美国这边家长呢 如果你们想提问啊 我开始答疑环节了啊 大家两个方式啊 一个呢 你如果没有粉丝牌 你去点这个黄色的接地器 大家看 我的头像旁边有个黄色的标志 点了之后呢 去一毛钱买个粉丝牌 所以你提问的时候 就会有个星号 然后呢 你在收到这个欢迎通知的时候 会有一张照片啊 是我们这个会张图片 是我们这个 小青老师的联系方式 大家可以通过那个 加小青老师 放心进群啊 群里边有大量优质的资源 最关键的是 如果家长 如果有梯子 特别是美国家长啊 你能看到我们的 你可以去我们油管频道 看我们160多期的讲座视频 讲了过去 从2020年 2020年 不对 2019年 到现在我们讲了 五年的内容 一定有解答你疑惑的 因为直播间很多问题 我没法给大家详细回答 但是你们所有的问题 我们的讲座都涵盖到了 而且讲座里边有PPT 不光是我 我们的同事都在里边分享 所以大家可以通过 那个更好的了解我们团队啊 然后另外一个方式呢 大家可以点我的头像 点击被老师不问 后面呢 点击里边有个添加企卫 添加企业微信啊 添加或者是英文的 添加企卫那你就会 添加小青老师 添加个小青老师 然后如果啊 如果在座的家长呢 你们不方便翻墙 你们直播的时间也凑不上 或者你们直播 你们也听 你们觉得哎 比较靠谱 说我们想看看你们团队 其他成员 或者是想听个比较系统的内容 我给大家准备了一个 我们的弄了一个课程啊 29块9啊 就是一杯咖啡的价格 这个课程来说 我们都是全职的老师 其实是零成本的话 对我来说没有成本 但是我们定了一个价格呢 就是说家长会有看 因为要一毛钱 一块钱你不会看 29块9你可能会看 所以这个钱呢 呃 我们不是靠这个挣钱啊 这个这个是nothing 大家要相信啊 这个我不是靠这个挣钱的 我们是做机构的 大家可以通过这个课程呢 去了解我们团队 呃 我们是叫美国家名校之路 我们同时涵盖了一些 呃 高中规划 下校申请 计算机专业的申请 还有转学 美国研究生 呃 还有这个公立高中和私立高中的 不同规划方案 呃 题目非常丰富啊 我们从我们油管过去 一百多期课程里边 精选了十三节课 给一些国内不方便翻墙的家长 啊 去看 去听啊 用小合同去听行了 你在手机里边就可以听 你可以听一下 而且不能光听我一个人说 你通过我们整体团队的成员的 去了解啊 我们团队的这个风格 和教育理念 而且我觉得听完这课的家长呢 对 可能你在自己选机构 你未必选我们 可能你选独立公共也好 选美国机构也好 选中国的这无所谓 呃 你们更有判断 因为我们所有的讲到都是基于数据和趋势 我们都会告诉大家 我们的这个判断的依据是什么 好 不多说 给大家接着来 回答问题啊 把剩下时间回答问题 JesseJesse说 美高 还有的是美高 加拿大公民 申请加州大学 算本土还是国际 你肯定是国际学生 加拿大学生 加拿大学生申请到美国 他也是拿F1 他要学生签证 他只是方便一些 他也是学生签证 所以大家不用担心这个 如果算国际生的话 是不是身体难度很大 呃 没有 你能读美高 你本身就把难度降了一下 为什么 大家想想 美高 为什么整体录取来说 都是整体偏好 呃 当然国内的家长 你看的都是一些 国内一线 但是选拔性比较高的 美高的优势在哪啊 美高我分三党 第一个呢 就是那些非常有名的 顶级的技术高中 或者是咱们西海比较有名的 南加的哈佛西湖 对吧 北加的哈克尔纽威瓦 这种学校或者水晶温泉啊 乔布斯女儿读的 就是这些学校都是当地 条件最好 社会精英层啊 最有资源的这边家长 孩子读的学校 那本身家长的条件就很好 对吧 我们有学生跟我们告诉过 我们就说他在 硅谷的一所知名的学校 那学校那边家长都是 至少是千万付美元啊 都这种水平 他说他们招生官非常明确啊 这学校就比较深 这学校已经 运动员占了一个名额 还有一个是一个捐款的 这个学校非常的值班 因为家长都不用藏着 都是当地非常有钱的家长 学费呢 一年的话走读 也得五六万美元 学费其实不贵 我们父子企的家长很多 但是这边家长藏 不是一般人啊 所以包括东部那些 什么安多福 什么 这些什么 就是 寄宿学校 这大家想 这是第一类的美高 最难的 那第二类中间的 就属于申请难度适中 每年大概能有百分之十多的学生 能进前二十 前三十 这都不错的美高 还有一些就是说 随便进的美高 不管是哪一类 只要不是那种坑钱的 专门针对中国学生骗钱的 美高啊 他呢 都会提供几个优势 你的成绩当认可度 对吧 你的课程体系 招生官认识 而且每年过去几年 这个美高 你看到录取结果 那大学就理解 你们学校的教育质量怎么样 如果你去个美高 不敢给你展示 他们过去录取的结果 你要小心 这种美高不要读 因为美高赖以生存 就是他的录取结果 美高不是你的终点 是你的起点 所以这个家长 你读美高 比在加拿大 我觉得有一定的优势 因为课程体系比较认 而且呢 录取结果 会作为很大的参考 所以你不算 大家不要理解 国际生没有被歧视 大家不要低估啊 咱们国内那些国际生 深夜哈佛的水平 就是我觉得 越排名越高的学校 这个国际生 和本地生的差距几乎为零 因为咱们讲的本地生 不是本地的白人 不是运动员 不是黑人 不是西医 咱们讲的是本地的华人孩子 难度就是最高的 已经最高 所以大家淡化 现在不要在乎国际生 和美高 你就看你们孩子高中 在哪 你就知道 你录取的这个 上线和下线 好 感谢大家送的粉丝灯袍 今天很多家长买的灯台 我不一直谢了 还有大家送的这个礼物 感谢感谢 OK 谢谢张老师 谢谢张老师 一直给大家提醒 咱们每次直播间的赞 都是非常多啊 好问题啊 这个太阳这个家长 没有买粉丝盘家长 赶紧买啊 这个给他买个粉丝灯袍 提问啊 买不了的话 答一个 因为不熟悉的名字 我可能要跳过啊 作为这个 我这边应该没问题啊 很流畅 中间断过几次 是因为有人打电话 有人打电话 有个骚扰电话 美国的诈骗电话 特别多 所以有可能断 但是如果一断一断的话 应该是我这边网 没问题 我这边网很流畅 很流畅 这样啊 咱们现在呢 我屏幕上显示 有99家条的资讯 非常多 我会优先 老听众 粉丝团的 还有海外免购 这几个暗号的 如果有时间 我再回来打 我觉得这样比较fair 所以家长 如果你们要提问的话 你们就 点个接地气 加入粉丝团 或者是 第一次来的海外家长 你们买不了发现 你们就说海外免购 海外免购就可以 如果是老听众 你们就打电话 我能认出来 老听众我能认出来 没问题 如果我忘了 你就提一下 忘了提一下 因为现在问题突然特别多 刚才讲了半天 发现问题比较多 OK 谢谢张老师 等会上 明星这个家长问说 请问如果是亚利桑那州出生 但是在中国长大呢 你在哪出生 你都是美国籍 你在美国任何州出生 你都是美国籍 那美国籍呢 你在中国读 还是那句话 你读的高中 决定你录取的上线和下线 你的身份 你的你这个影响 几乎可以忽略 当然你身份是没有优势 绝对有 是大家理解啊 我这边是说的是 在申请难度上 你不用觉得有什么优势啊 身份 但是在将来 你有巨大的优势 大家仔细想一想啊 你有了绿卡或者公民 你到了美国之后 你有你有你有这个SSN 你有这个叫 你在学校找工作 校内校外随便找工作 美国特别确认 星巴克快餐 电影院随便找个地方 你能找到 孩子可以坚持打工 积累工作经验 对吧 还可以挣点小钱 他在实习的时候没有限制 但叫你作为一个国际学生啊 很多公司不喜欢给你实习的 因为培养半天 你又出不了工作签证 不浪费了吗 所以找工作 国际学生很大挑战 他只能去那些熟悉的公司 那熟悉的公司 就科技公司又很卷 对吧 最近有裁员 或者是大的那种斯大 斯大的话 那个现在这两天 政策也不是那么好 留下来 就是大家要理解啊 你有绿卡公民 你的优势在后劲 不是在现在 申请的时候 大家可以忽略啊 真的可以忽略 你读的高中更有代表性 给大家举个例子 如果你是一个中国国籍 你读美国顶级美高 你录取概率一样高 你比那些 读一个普通国内的这种 双语学校的美国籍的录得好 因为你的高中够牛 或者反过来 你在上中国籍 或者上海外国语附中 你是中国籍 你们学校每年录得不错 或者上海平和 你录得很好 对吧 然后呢 你一个美国籍的小孩 你在一个国内 咱们青岛 或者青岛 青岛某一个不知名的 这个国际学校 那这个叫什么 你读那种上海平和 肯定录得好啊 因为你的高中 给你足够的加持 当然你成绩不能太差 所以大家要理解啊 大学招生官在读你的材料的时候 他会读你的学校的school profile school report 他理解你先从你们学校的这个过去的录取结果 来理解你 以你们同持的申请人 你在里边的这个水平 他得有个参考体系 他不能上来 哎呦 美国籍 好 放在这 中国籍 大家不用担心 中国籍代表 没法代表他读的什么高中 他的成绩 大学录的是你的学术实力 啊 你的活动的这个特点 社区参与度 你的个性 你的世界观 啊 你的普世价值 这些东西 所以大家不要纠结这个身份啊 没事 而且我们时操而令 我们能发现啊 我们能发现的 这个美高还是有优势的啊 美高都得住底啊 美高在 而且美高在录取UC有优势 大家想想 UC呢 加大学 他是不要ICT的 假如这孩子 英语一般 找着一个普通的美高混一混 拿一些A 也没有拿很难的课 搞一搞活动 UC中间的几个路的概率很高 中间都是前30 前50的排名 很好 对吧 你要读国类 你试试UC多难路 你没个托付110 100以上 很难 对吧 所以美高是有优势 但是大家身份啊 优势在后面 但是申请的这个 优势上不明显 OK 给大家切换回去啊 给大家换回一个 链接 我给大家放一下 啊 我们这个 呦 大家稍等啊 咱们下周的讲座呢 是讲这个专才是通才啊 讲一些覆盖面更广的问题啊 很多家长在孩子规划阶段 包括现在孩子已经十一年级 十年级啊 他一直不知道怎么取舍自己 寒假的这个时间安排 会觉得到底大学是看专才是通才啊 怎么去评估啊 当然你要理解 咱们说的目标大学是前十 前二十 前三十 前五十 这样大家比理解比较直观 热门专业 冷门专业 所以这个专才通才的讨论呢 我在下个礼拜同一时间和大家去沟通一下这个这个概念 好 我们继续要给大家看 好 呃 这个这个家长虽然没有粉丝的朋友 但是我觉得名字比较熟悉啊 应该是记得的啊 呃 加州哪个大学的商科好 好问题啊 加州大学在本科阶段只有三个商科 本科有商科 加大学九个本科啊 加大学总共十个分校 他有他只有九个有本科的啊 呃 其中有商科的只有三个 加州大学伯克利的哈斯 尔湾的一个 我叫不上名的一个呃 这个这个商品尔湾也有商科 然后呢 那个UC的河滨分校 UC Riverside排名七八十 啊在洛杉矶网东 一个半小时的车程 那尔湾呢 是属于这里边录取 大家觉得哎 排名三十左右 呃 地方非常好 大城市 好录一点 不好录 尔湾的商科录取率各位数 他自己官方公司 他各位数 伯克利更难 伯克利今年是第一年 开始你可以直升四年 上科 过去他是 你之前升不了上科 你是pre major 你是大二的时候 去去能够啊 录进去 只有很小的一部分是大一可以 那今年改了 今年这个哈斯比较特别啊 除了正常UC申请的话 你要单独写篇小文书 而且还会有面试应该是 这个我记不清啊 因为我们之前有学生写文书 我们在这搞 所以加州大学只有三个商科 第一个太难 第二个也很难 第三个非常容易啊 我给大家说非常容易 给大家举个例子啊 这个学校项目呢 UC尔湾 呃不对 是UC Riverside UC河滨分校 Riverside哈 河滨分校 他呢招生办里边有个副主任 应该是 是NBA的副主任 应该是个华人 就是留学生 应该是 早期留学生 我在一个华人非常爱看的论坛上 看过他的文章 推广文章 就这个项目在疫情期间 招人招的多狠啊 呃提供三年的OPT 实习期 啊 NBA项目 啊 你读一年读两年 你可以有三年的实习期 呃不需要托付 呃不需要GRE 不需要GRE 只需要面试 就说这个学校多么缺人啊 当然我讲的是NBA阶段 本科的话 没有那么缺人 但也很好录 所以而Riverside呢 是UC排名 不是那么高 位置其实还行啊 我觉得离洛杉矶不是那么远 呃周边是个退休社区啊 养老社区 有一次我直播的时候就在那啊 那但是很多家长是 不太想一直做目标 所以但是没办法 加州就这三个 就这三个 所以大家就看吧 好 呃好的不好记 啊 我觉得商科这个专业呢 我觉得家长要慎重选的一个方向啊 商科这个是美国最热门的专业啊 从毕业人数来讲 好给大家接着看啊 大家稍等一下 我可能粉丝他多少人了 OK 非常感谢大家的粉丝灯牌啊 非常感谢啊 这样我们提问的时候就会有代表性啊 能看出来 OK OK 如果大家回答提的问题之后呢 采买的粉丝盘你可以再贴一遍 我真忘了 因为现在咱的问题有点多啊 实在抱歉啊 咱们油管家长的话非常感谢啊 你们到现在没有任何问题啊 如果油管刚来的家长是刚来的话 麻烦去去你可以加这个进群 去截个图回头进群啊 那个这个呃 咱直播间的话 我偶尔放一下吧 应该影响不大 大家可以去截一下截一下 去加我们的小青老师进群啊 我们所有的这个预报啊 包括我们的一些呃 干货文章都会在群里边发 好给大家看一看 好 我不敢多摆啊 好 埃玛这个家长说 海外美高学生没绿卡 申请大公校啊 美高学 我反映美奥克美绿卡 大公校 呃 不可能 你拿不到 美国的这个住学金 一定是给本地居民的 本地居民啊 有没有身份不重要 你得是本地居民 你能没拿身份的本地居民 像刚才那个家长 他没有什么 他等身份 他交房战税 他报税 那这个家长是可以的 所以呃 不可能啊 这个家长你拿不到的 你身功效 你拿不到的 有一可 有一种 有一种钱 你可以达到几千块钱 那个钱叫什么呢 就你学术表现很优秀 很优秀 伯克利偶尔会给 要非常厉害啊 呃 戴维斯会给 主力量能录到伯克利水平的孩子 往往会收到戴维斯啊 或者是三大八八啊 或者尔文的一些奖学金 就是一个促销 打着圈也好 给你便宜个几千 啊 便宜几千 觉得你很优秀 觉得你很优秀 给大家举个例子 我我升了个 宾大教育学院的时候 我读第二个硕士的时候 我也拿了几千美元的奖学金 就是一个折扣 因为学费很贵 它是个折扣而已 所以大家要理解 折扣和助学金不一样 大头是助学金 助学金能够全免掉 或者免一半 所以这个家长呢 你读美高了 你升大功效 你不要伸这个 助学金 而且有一点 有一道理啊 你没有身份 你读的私立美高 你有钱读私立美高 没钱给大学 绝对会影响你录取 绝对会影响录取 你别玩这个 千万别搞这个 我们有家长 今年就非要去坚持 结果就聚得很惨 我们都劝了 不要伸不要伸 对吧 当然我理解 很多家长是因为 这个经济下行 导致不得不去 做一些调整 我觉得你呢 可以想别的招 这个呢 已经录取够惨了 美国大学非常缺钱 有钱的几个 伸不到的 布朗有钱 达毛有钱 普林斯坦有钱 哈佛有钱 斯坦福有钱 你得能进 那个学院你可以伸 但是那个学院 你得能进 大部分学院是没有钱的 纽大都没有钱 纽大今年搞了个文章啊 面子里的都赚了 说家庭收入在 十万美元以下 资产一般的家庭 我们免学费啊 这个很多媒体在发 我们也发啊 但是我们清楚的知道 他没告诉你是免谁的 是全免 还是免一部分 而且他说的 收入在十万美元以下 是 他可以说收入十万美元以下 资产 什么叫资产一般 你别有出租房啊 你要有出租房 你那不就一般资产 美国绝大多数人 是没有房 一辈子可能没有条房 所以大家要理解啊 华人整理数比较高 你会忽略的 大部分人是没有钱的 在美国 所以有一大学 这个狠奇贼啊 他搞了一个说 十万美元以下 免学费 但是他没告诉你 他今年会拿多少钱 免多少十万以下家庭呢 他如果说所有事情人 只要十万以下 我就免 那就是哈佛了 来一次也可以 美国前事务里边 确实有一些大学 非常有钱 来者不拒 你只要赶身 我录着你 这个钱我给你全免掉 但是不是牛大 也不是男家大 中间这学校 都没那么有钱 对 我给大家看啊 我给大家接着看啊 好问题啊 这个叫CCCCC的家长啊 请你点一个粉丝灯袍 但你这个问题实在太好了 我不得不回答一下 因为特别有代表性啊 大家可以这个家长 如果还在的话 可以买个粉丝灯袍啊 呃 这个怎么给你带解释啊 我算我一笔 给大家这么算啊 国际学生 咱们选一个 我给大家算两个极端 最便宜的最贵的啊 现在最便宜的 你来读社区 两年的话 三万美元拿下 三万美元啊 咱们去算美元 三万美元 三七二十一吧 二十一万啊 二十二万 二十五万吧 前两年二十五万人币啊 给大家算算二十万人币啊 二十五万啊 给大家个最便宜的方法 先算个最便宜的啊 前两年社区 后两年转UC戴维斯 由于戴维斯稍微便宜一点啊 由于戴维斯呢 一年四十五万 两年九十万啊 就是不对 转普渡 普渡便宜啊 普渡或者佛道里达大学便宜 三七 咱们说二十五万一年 最后两年五十万啊 两年五十万 前两年是二十五万 二十五万 本科控制到七十五万 七十万人民币啊 一学院就贵了 一学院如果这孩子 真的是非常厉害啊 学习非常努力啊 这个呃 这个MK的考基因会满分 大量的这个医院的实习技工啊 咱就说一个最理想的 这个孩子非常优秀 非常突出啊 然后文书也就很好 拿到了哈佛 或者是这个纽约的 这个录取 医学院 员后普渡是很有钱 学费全面 生活费我不确定 我真不确定 我觉得应该学费全面 生活费不一定啊 最理想状态下 你可能四年一圈 你就不怎么花 你可能也就花个 每年十几二十万 基本生活费用 那你那你等于一百多万都拿下 这最极端的例子 这种的话要求太高了 你本身学医 又不是母语 对吧 你你你找实习又很难 所以这个是最理想的 我给大家讲一个实际的 如果家庭学 能学医的话 家庭是有条件的 咱们就读你读四年啊 咱就读举个例子 四年的这个波士顿大学啊 波士顿大学比较贵啊 呃 次校都挺贵的 咱就说九万 四年九万 咱就说每年 咱就说最贵的算十万 四年四十万美元 四十万美元啊 四七二十八 三百万啊 本科三百万人民币 医学全自费啊 学咱就为了学医 咱就纯自费 学一些好路去点的 那种OD啊 那种DO那种学校 美国医学院 其实有一些不难录的 他叫DO 国内翻译教股科 他是他也能当医生啊 没问题啊 呃 那种学校不多 实际所 啊 MD也有好路一点的 啊 有些有些私立的 重要的是你将来能考证 能考那个board exam 能变成一个医生啊 啊 你读一个医学院 基本每年的十万到十二万之间 四年 咱就说算多了 我五十万 五十万美元 五七三百五十万啊 三百五十万 四年本科 咱读最贵的私校 四年的医学院 咱读一个没有任何助学金的 咱自己来啊 也不打工 四加四号八年啊 大概是六百五十万人民币 咱就变七百万人民币啊 七百万人民币 七百万 怎么回本啊 你毕业之后 你四年医学院之后呢 你要做三到七年的住院医生 就和国内临床一样实践 三年你能当家庭医生或者儿一 三年差不多 想当外科医生 做手术那些会高一点 大概是到 要到六七年 当然越高的话 你将来收入越高 做一些手术 外科医生 他年收入六七十万 七八十万很正常 而且越老越吃香 越老越便宜 家庭医生和儿一 基本上的话 是在二十万美元左右 二十万美元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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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交完税什么的 一年剩十五六万 其实十年回本 我觉得问题不大 十年回本 十年回本 大家想想你 你这个三十岁当医生 三十岁当医生 你到六十五岁退休 三十五年 十年回本可以的 可以的 而且你不是说 因为你回本 不是说你不吃不喝 你每年还一部分 学生贷款 在美国 如果是美国家长 你可以学生贷款 美国大部分人的贷款 是因为读医学院和亚医学院 所以学医呢 我觉得是一个 前期投入比较大 但后期收益非常大 非常大 给大家举个例子 我见过一个华人医生 他怎么干的 他在底特律 还是在 不是在底特律 不在皮斯堡 在底特律 忘了哪个城市了 当时报道过 他就觉得美国 现在这个保险太贵了 他在医院里边工作也很累 他说这么样不可持续 他想了个办法 开了一个非常创新的诊所 就和国内一样 他就在那 在那个闹市区 租了一个很小的门店 他也不顾人 他自己就一个电脑 站着干嘛的 他就做普通门诊 他是primary care 就家庭医生 门诊医生 就普通普通门诊的 他不是专科医生 他就给你解决基本的问题 第一道防线 他其实护士差不多的 护士学完硕士的是 可以干这个的 去做门诊医生 那可以开放 那他呢 就是每一次 40美元还是20美元 很便宜 医生过来问问 哎呀说我这个医生 你看我这个嘴上起泡 我应该吃什么药 他说你应该去检查 要怎么着 或者你向我咽个血 他就干这个 他挣很多钱 大家想问为什么 医生问诊 国内几分钟 大家知道 你买个挂号费 专家号300 我当时挂我一个 专家号 看我的这个 腰疾老损 我在青岛挂一个专家号 300块钱 和我聊两分钟 没问题 好 我看到你的合作控制 挺好 没问题 正常 行 回去吧 走不走 就生怕我在这儿 多聊一天 那美国医生 会多聊一会儿 他不会那么赶 但国内医生 聊特别快 你就想 他在美国也干这个 他就自己租了一个小房间 一会儿一个 一会儿一个病人 因为美国老大人没有保险 他或者是 他觉得保险太贵 他不买 他年轻健康 他一天 他这样下来 他比医院挣得多 我自己的这个家庭医生 他以前在医院干 说一年挣个 二十多万 二三十万 他说他每年 他接三千个病人 但是三千病人里边 老一点的 看病频率多一点 年轻一点的 一年可能不来一次 但是医院收大头 他要接三千个病人 他很忙 他说他现在自己开认所 他雇了一个助理 他们两个人 租了三个房间 血压 咽血都可以坐 他说啊 他现在活比以前少了一大半 他收入一点不低 还更高了 因为他一直 他就是本地人 他就是门诊医生 好啊 你这什么血压高 是吧 你要吃药 给你开药 他就干这个 他工作状态很轻松 而且他想 医生是一个很少见的 很难失业的 就他这个技能 他一旦会的 他认证了 他就很难失业 除非有那种 重大的这种伦理道德的 这个错误 被吊销执照 这个很难 对吧 所以我觉得就很有意思啊 就是这个 属于一个 有点像 普通人怎么实现财务自由 只能通过不同的积累财富攒钱 投入什么指数基金一样 就大部分人呢 只能通过这种方式 去获得一个 比较富足的人生状态 这是我的一个解释啊 这个这个问题 因为咱今天不是专门讲 我就给大家稍微提一下 等会儿 我回答一下 这个咱们油管的家长问题啊 Eric Joe说 Berkeley的哈斯也有3000的OBT 只要有STEM MBA 就有3000的OBT 一般只有一年 对对对 南加拿大的本科和硕士呢 都都提供了3000OBT 现在越来越多的大学 为了满足国际学生的这个诉求 都把它改成3000OBT 美国家长可能不理解 3000OBT对国际学生很重要 他有三年的时间去找工作去实习 所以这个非常重要 OK Lindsay这个家长说 家庭收入20万 收入说少了 一般来说大城市有经验的 少的医生收入少 小城市偏远地区收入高 对对 这点对 Lindsay说特别对啊 我们当时做过一个文章 美国越偏远的地区 越小众的地方 他的医生收入越高 我说的这个20万是美国US News 对那个职业统计全国收入的中位数 就就平均数中位数 就全国来看 家庭医生是20万左右 那在美国的话 你要看经验呀 年年资历呀 或者问人量都要看 而且在美国是独立医生 比那种雇佣的医生要挣得多 就你自己开这头合伙 你像我以前住那个区 我那区里边有一个豪宅区 我们不是住豪宅区的 有住豪宅区的 属于硅谷比较便宜的豪宅区 叫黑鹰啊 黑鹰社区 黑鹰社区呢 它有个购物中心 不大 里边很多鸭子 就那个你可以喂那野鸭子 还有大鹅 那边呢 有好几个整形医院 所以大家看 有钱的区 它就不一样 他的有钱人诉求 他可能要纹个唇啊 要龙个鼻 咳个双眼皮之类的 我一个当时我还查过 因为当时我就特别想在美国执法 就觉得头发有点少 我发现啊 就有的很多执法医院 他的就是两个医生 单独干 故意对助理 干什么呢 康奈尔的医学博士 斯坦福的医学博士 这种人就开店可以啊 他们自己就雇几个人 做那种整形医生 我年入百万美元 以上完全没有问题啊 因为他们就 就不用给医院干 他每一个病人 都是他的客户了 对吧 而且你做的是整形啊 就是美国现在有个区市啊 很多医学院的学生 毕业生啊 他选择去做整形科 因为挣钱多 而且医疗事故概率极低 他不像那种胸外啊 脑外科风险很大 对吧 当然对社会的贡献 并不如普通医生多 但是他财务上比较合理 老年科非常缺医生 中国美国都这样 但大家知道啊 这是一个金矿 老龄社会是所有发达的 发达国家必经的趋势 中国的老年化程度 会非常 在未来十年二十年 会非常的夸张 因为真正的婴儿潮 在中国是六零后 咱们六零后 出生率人口基数非常大 现在是这样 六零后这么多 七零后 八零后 九零后 零零后 对吧 大家想想 这个叫银发经济 大家可以看这书啊 银发经济 我弄了还没看 所以大家要理解 老年科一定是缺医生的 未来来讲 当然了 这个就要看了 老年科一直是一些 就老年科有他的问题 就他不像小孩 你恢复能力很小 老人的病比较多 但是我觉得 未来老年科的医生的薪资会提高 因为人口基数在增加 这是我的一个个人的一个推断 好 接着给大家看 凯凤说 加州系本科有没有财务会计专业 是这样 财务会计专业呢 本科很少有单独这个专业的 那很多很多呢 他是这样的 他是要 他是要叫什么 他是要在商学院里边有一个叫 concent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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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ncentration什么意思呢 就是商科里边分金融 会计物流 人力资源管理都有啊 啥都有创业 他叫concentration 就他不算个专业 因为商科就那些东西 但是会计学的三门课 是所有商科必修的 我就上过会计三门课 我上过 因为当时我想学商科 后来改学经济 所以大家要理解 会计呢 我一直劝大家 如果你想学会计 能去好学 可以 去不了也没事 就以考证为第一目标 当地就业 因为会计考那个CPA 注册会计识证 你呢 需要的是 完成一定的学分 这个学分呢 要不然你是双本科 要不然加硕士 所以这个呢 是一个学分的要求 不是学的要求 你哈佛毕业 和你的英年纳博明顿毕业 还是说你是那个西雅图大学毕业 不重要 学分够了 你就可以考会计证 CPA 对吧 所以这个家长 说学会计哈 据我所知 加州本科提供会计专业的是南加大 南加大单独有个会计学院 南加大比较特别啊 是会计学院 他有上学院 他会计学院是单独的 所以你可以考虑南加大的 但南加大比较贵点 加州大学含着那句话 三个本科 有上科的 伯克利 尔湾 和宾 只有这三个 那这三个里边 你可以选会计方向去修课 但是呢 你想考证 你要读硕士 或者是本科修两个学识 这是硬条件 当然还有别的一些要求 这个你可以单独研究啊 经济学呢 我本科是学经济的 我觉得经济学是所有人都要学的 作为专业来讲 你看见爱不爱好 因为要写论文 他是一个理论学课 他不是一个实践学课 经济学家和经济学差的很远 本科学经济和将来 学经济经济学这是两个事 差很多 大家稍等我一下 我稍微活动一分钟啊 大家稍等一下 稍微活动一分钟啊 稍微活动一分钟 我马上回来 稍微活动一分钟 不能一分钟回来 因为问题有点多啊 我就不多做了 因为这个座位 我没有调好提前啊 可能还有点 好的等一下啊 我看我这座椅 我看能不能调的稍微好一点 谢谢林子啊 这个大家知道这个说到这儿啊 就是我刚才说的整形 说的就像你半开玩笑一样 大家要理解啊 将来你像国内啊 什么行业 美国这两年增长最快的一个行业 旅游服务相关的 大家要理解啊 有钱人啊 在美国任何一个国家 中国美国也是 有钱人应对经济周期的这个能力 抗风应比较强 因为他资产比较多 房产啊 或者一些现金储备比较多 经济不景气 影响最多的总产 因为总产都要依赖于工作 他的收入都是主动收入 所以一旦工作 收入减少或者失业 影响非常大 你一旦到了资产阶级啊 就是有产阶级就不一样 所以呢 为什么提这点 在任何一个市场 能够抗周期的就是有钱人 所以围绕有钱人的行业 会比较发达 给大家举个例子 我呢 有时候也去国内看看直播 看国内直播嘛 看一些同行啊 和类似同行 我发现很多以前教什么企业 企业这个创业的 反正就是以前 以前不是做我们这个行业 因为我在美国是针对美国家长 也做一些国内的家长 我们就是做这个方向的 我发现老多不是这个行业的 加入这个行业 就我们这个行业 做留学 其实我在思考为什么 他以前是做什么 什么什么 什么企业高管培训师 这样的 我就太好奇 我说为什么这帮人也进来啊 因为你看年龄的话 他们应该是 这个行业整体年龄没有那么大 当然年龄不是 我不是在歧视年龄 我就说 他他以前不是这个行业的 后来我才理解啊 大家想想啊 这个点还能出去美国的 他的预算成绩是比较高的 就他属于能够抗经济周期的 对吧 你觉得国内这个考研 考这个考工 这个市场的空间大吗 所以我从这个我就开始推断啊 在去年的时候 国内这个奢侈品 稍量还是可以的 但今年就比较差了 今年就比较差了 就是有一点啊 很多家长就说 孩子做什么行业发达啊 做什么行业有求千年啊 我觉得其实你女性看行业啊 你不如结合行业 看看这个人群 你的目标人群 你的目标人群 我是觉得 劫富济贫 也不能叫劫富济贫啊 就是就是赚富人的钱 你就属于这个 比较能抗周期吧 因为真的是 如果做底层的 就太难了 我看了一篇文章啊 叫 他叫真实故事计划 叫什么呢 国内一个文章 有一个题目 大家可以搜一搜 很火的一篇文章 叫一家五口送外卖 一家五口送外卖 大家听这个题目就行了 就很吓人 就是国内经济周期不景气 这个我也能理解啊 这个这个确实很多家长 所以我在这劝 在这边的家长 如果你们是 考虑孩子出国的 你们就考虑一个目的 你们一定要想办法 让孩子在外面找工作 至少是未来五到十年 这是我的建议 如果你还想入国内 国内不管是体制内啊 还是什么什么考编啊 这个离咱太远了 因为他变化 他的裁减速度 一定超过大家学习的速度 所以再加上 如果你还是想着回去的 我是不看啊 我觉得当然不一定 非得美国 美国不好留 对吧 加拿大 美国加拿大 加拿大是个非常 相对好留的地方 你可以取先救我啊 这是我比较建议的 好 接给大家看啊 我觉得等等国内 这个经济周期 在复苏更好的时候 再再考虑回去 这两年 整个就业来讲 国内太远 我不光是 我不光是我们学生反馈 我自己的同学 我的朋友 家境非常好的 他们给我透露出来 这种含义 实际上我很震撼的 因为我知道 我们就身边的朋友 同学有些家境 是非常好的 不是一般的好 是企业二代 企业二代 他们都能感受到 那更不要说普通人了 对吧 所以这是我的一点建议啊 当然不是为了 劝大家一定要来美国啊 好像我要 一定做大家的生意 你们随便找机关啊 我只是说肺腑之言啊 OK 好 真的问题说 为什么现在 似乎本科生 国际的时候 都感觉录取越来越难 我觉得录取没有变难 只是说大家的 这个野心越来越大 因为这个自媒体的发达 信息的廉价 大家可以获取海量的资讯 大家想想 什么样的直播题目 最受欢迎 什么样的文章题目 最受欢迎 零 就是 人类啊 我们本性是 有一个特点 就是我们 我们是 我们所有的努力 我们所有的创新 都是想获得不劳而获 大家想想 我们所有的努力 都是不劳而获 我们发明机器人 我们做AI 都是希望我们用最少的努力 获得最大的收益 投资也是 为什么P2P前些年那么火 对吧 投资回报率高啊 为什么大家都喜欢炒股 为什么 为什么拉斯里加斯的生意越来越好 越疫情越好 因为 所有的人 都 人类的特质是盲目乐观 这是我们能够生存的原因 如果我们是个悲观的族群 我们早完蛋了 人类本身就是盲目乐观 如果你去一个学校去做文件 问一百个人 你们你们觉得你们在班里边是什么水平 百分之八十个人 我觉得我们是班里边最好的 或者前百分之五十 但实际上不对啊 应该只有五十个人 所以人是盲目乐观的 所以这个 所以盲目乐观就导致很多家长觉得 哎呦 我一升美国 一上来就说 我就要前三十 我就要前二十 我就要前十 我就要哈耶普 是因为大家的视角 只需要那几个学校 导致大家觉得录取越来越难 确实是 当这个技术不变的情况下 大家都盯着那些学校 以前是不知道 现在哎呦 我知道一地 对吧 我知道搞下校 大家觉得我懂了 不管是有机构没机构 还是听讲座自己看的 你觉得我懂了 我就去冲 哎 我觉得我HT刷个精彩也不错 为什么申请人数逐年上涨 国际学生来讲 是因为大家觉得自己都可以 有有有有早没早打两竿子 而且这种讲座 包括我的讲座内 大家就知道 哎 我好像知道套路 我也知道这个路子了 我就去试 就是大家去冒险的意识更强了 但是他 他是个存量 每年这些有名的学校 他录取的学生就这样 我从业这么多年 我很少见 排名前三的学 排名前三十的学校 说扩招的 很少 我都现在想不起来 他都没有扩招的 他就像一些奢侈品一样 一旦不限量 这种社会 这个大家感官上的这种稀缺性就没了 对吧 你像为什么法拉利稀缺 大家就喜欢开法拉利 不光是贵 你还买不着 你想买一手的话 你得进club 对吧 就这种感觉 你包括 有人说就是 为什么老多人买一堆 乱七八糟爱马仕东西 他是为了能够有优先的这个配合权 所以你会觉得很傻 很不理性 但是就是这样 高跳也是这样 美国很多高等教育学界的专家就抛击美国大学 为什么不扩招 这也明确不扩招 对吧 所以大家要理解啊 为什么录取越来越难 是因为你关注那几个好学校 如果大家把视野从美国六七十的学校往后看 很多学校的录取率在不断的上涨 他缺学校 他非常缺 很多学校 我们就没跟没见过聚的 我们其实有很多保底的学校在这不给大家说啊 不能给大家透露 我这保底学校啊 因为怕打脸到时候 我们不管是二点几的 三点几的 成绩多多一般的孩子 活动多一般的 都都录没有聚的 我们从来没有聚的一些学校 就这些学校依然好录啊 没有变 只因为大家的野心越来越大 所以大家要理解啊 你这就是在一个存量的市场里边 供应量越来越大 供需适衡啊 就这个原因啊 我觉得整体难度不带 但是我不是说大家一定要不在乎排名啊 我是觉得你要在乎专业 专业是你的影响更深远 那有些专业呢 你可以大化学校排名的影响 这是一个具体的技能 你像学艺一样 学艺说实话啊 如果你是不差钱的 你学艺是第一目的 如果你特别在乎钱 孩子学艺特别优秀 你真要去医学院的名校 因为你可以实现低价 或者免费读学院 因为这个钱不是小钱 这是一套房子的钱 对吧 这个是可以的 但是如果你说你家条还可以 你想学艺的话 我觉得绝对难度没有那么大 是你的毅力决定 因为你只要付得了全款 美国医学院多了去了 四百多个 对你可以选 不对 四百多块一百多个 我给大家看医学院这个啊 这个医学院这个 我们这文章里边有 大家稍等一下 不能乱说 大家稍等一下 大家可以看这个文章 这是我们油管的公众号 叫 国内的家长 刘尔家长也可以去搜啊 我们的文章 很多就是你看围绕一些 肯定的家长观众话题 我们统计了43所美国的医学院 国际学生都招 整个美国的本土的这个医学院 就是医学协会 AAMC认证的 就一百多所 一百多所不是四百多所 大家看啊 157所美国医学协会认证的 当然出了这个之后 还有另外一个协会 是是DEO 就是好路一点的 大家看啊 都有 这些都是说国际学生啊 洛盛大学不老 凯茨西数都有 所以你要你要确定你的目标 你就会觉得没有那么卷了 那一学一就想去哈佛 就想去院后不经思 就想去这个这个斯坦福音学院 你可不难嘛 你给自己一个 所以我们的这个贪婪呢 让我们人类得以 得以不停的发展 但是你要量力而行 就像我给大家开始讲 那个案例啊 硅谷的这个夫妻啊 做人工智能的 他的一八年的时候 在访问的时候 他就说啊 他他们他就是做AI的 大家那么早就做 而且收入那么高 肯定是熟悉 肯定是年入百八十万 那种熟悉科学家 这个华人是这大的啊 他就说啊 他他有时候在在思考 孩子教育就很像 他们这个公司做的那种 AI大模型 人工智能大模型 就是说你要设置一个 合理的参数区间 如果太难 反馈很差 就像小孩一样 你给他难度太高 他就丧失信心了 或者是burn out 太累了 如果太低没有成长 大家想想你在锻炼身体的时候 减肥也好 健身也好 塑形也好 大家仔细想想 我们从小到大 我们最舒适的状态 一定是比我们水平高一点 我们有提升感 我们有挑战感 一定是这样 而这个区间的把握不容易 因为很多家长 他会 包括我在那样 孩子有一点进步 我想会再推的多一点 正常 就像我们努力一样 我们就是通过这个一跌跌突破极限的 但是一定要合理的复盘 客观的分析 你要知道孩子极限在哪 所以我觉得 孩子青春期最重要的一点 就是家长一定要和孩子建立一个非常通畅的沟通想法 如果孩子他在学校里边男朋友女朋友跟你说 那你孩子不会有将来大的偏差 因为他和你保持一个沟通 他相信你 如果你去批判他 用一个承认的四角 用咱们传统 咱们父母那一辈教育的孩子 他一旦对你深信任 他什么都跟你说了 你就不知道把握一个度 你不知道你给他的活多了还是少了 是不是有点让他就是接受不了 所以我觉得青春期的家长 青春期的孩子 这个家长来讲 一定要多去 都去分析复盘一下 你的孩子对你到底有多少保留 因为青春期的孩子 我们带的大部分都是青春期的 很多时候最大的阻力 来自和父母沟通的不创 很多父母用过去的眼光 去判断未来的这个就业 或者是学校 那孩子其实他是知道 他只是不会表达 或者没法跟你说 所以会产生很大很激烈的冲状 在我们选校申请的时候 很大的阻力 我们录取结果最好的孩子 包括我们合作效率最高的 就是孩子和家长 主位分明 主次分明 孩子主导 拿主意 家长呢 做好辅助 做好参谋 但是把决策权给孩子 孩子会有时做一些 非常傻的决定 但是我们可以帮你 去白过来 因为他听我们的 因为我们客观 我们不会站边 一定是这样 所以在家长家长 就是这个是我当时多说一点 这沟通技巧的问题 这其实很重要 很多时候和孩子的这种距离感 就是因为 两种两种思维模式 正常 毕竟是有很大的带空 好 这个 加州有本科会计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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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商科里边有辅修会计 他就可以辅修会计 这个方向的课程 你想学会计 你不需要 本科一定学会计 你能学最好 你不学的话 你将来要多拿课 会计师呢 你就按照CPA的要求标准去弄行了 因为本科 如果你不拿CPA 你可以就业 就业到没问题 但是呢 就是薪资会稍微低一些 因为CPA可能你考的话 你就业方面帮助更大 因为他是一个职业界限 非常明显的 CPA是会计 金融其实还好 CFA对金融工作的影响 不如CPA对会计的影响 会计是一个 有点像律师 我感觉 就是他有非常强烈的这种 职业 职业这种规则规范吧 博士我们不深啊 博士我们不深啊 这个学生忙不过来 我们把精力放在本科 转学啊 研究生这些 已经够我们忙活了 博士的话 我们以前深过 路过腾校的计算机博士 但是我们把它摘掉了 这样忙不过来啊 博士我们不做 你单独找那个 算上做博士的机构 OK OK 对咱们有回复吗 大家不用担心啊 我为什么有家人就说 你怎么还不讲正题啊 你们来直播 也来的少 因为直播的风格 就是其实我问过一些 这方面的这个专业人士啊 他说直播的话 你要15分钟 10分钟一个循环 一直在重复 因为要等大家来 他说你要保证总体的流量 但是我其实已经破了规矩了 我有的时候一个话题 我一个答应会15分钟 很多家人都不耐烦 但是我没办法 因为这就是我们团队风格 我们在分析一个孩子的案例的时候 我们会考虑很多因素 所以不会 大家不会从几分钟获得一个答案 我觉得那样本来就是一个误导 当然有这样的这个大号 我知道 这不是我的风格 所以我尽量保持我的风格 给大家一些 我认为比较合理的答案 当然家长可以选择听了不听啊 这我就是 我这一点坚持啊 社区大学学护理有什么要求啊 没有要求啊 你就学一学 修大学有一些两年的护理的这种项目 那个就不叫护士啊 那个你将来要学护士 是你将来去转学 转到一个四年大学里边学护士 如果你是学护工啊 我一定讲护工 社区大学有些项目是两年的护工 啊 你可以直接就验 但是呢 如果你想去学护士 他会 你会前两天修很多课 护士是一个非常专业的学科 所以你要设计大学读的话 他那个项目要求不低的 他就不要这个护士要求挺高的 这是为什么美国缺护士 他的那个毕业门槛啊 整个学术要求还是挺高的 爱普安利周六啊 这个家长呢 grease grease 你就是去我们群里边 群里边的话 这周六讲的就是普娃逆袭的案例啊 真的是普娃 个性普娃 活动普娃 成绩普娃 我们都有具体的分析 这周六大家去群里边啊 我们群里边呢 大家就是呃 一个呢 是家会或者是家粉丝灯牌 去获取联系方式 粉丝灯牌里边有一个 会有一个图片 要不然就点我的头像 点我的头像去 后面添加小青老师 天下小青老师 或者呢 就是 就这个 这个 直播间家长啊 我是冒着这个小风险给大家中啊 因为直播间是不太让放这个 我就偶尔拿出来 拿出来给大家放一下 OK 呃 没有买粉丝 没有加粉丝灯牌的家长呢 你就加粉丝灯牌 点我的头像 点我接地器 里边的欢迎信息里边 有一张图片 有联系方式啊 就是我们小青老师联系方式 好 我继续加速啊 OK 小中南就是 就是华裔男孩的一个西称 大多深CS 这是一个西称啊 小中南 小中南 对 这是一个西城 因为这两年路的就很差 这个概念其实四五年前就有 四五年前就有 现在越演越烈 越演越烈 我认为没有其实小中南的意思 而是其实小中南这种标准化的简历 非常像啊 大家很同质化 因为很多父母是主导的孩子的规划 所以孩子缺乏个性 美国的孩子的家庭叔叔可以很一般 可以学习很差 但他在个性上是满分的 因为他们从小父母啊 就保持就是保持一定的距离感 孩子称了就独立性的 为什么 因为美国家长的父母 也是这么教育他们的 所以美国从小就让孩子做决定 包括他又惩罚孩子 所以我觉得中美文化的一个最大差别 就是边界感 父母和孩子边界感 我们的教育子女的方式来自我们的父母 我们的父母来自我们父母的父母 所以这种方式是一半相成的 对吧 这就是有很多不是那么符合时代的 但是没办法 这是一个惯性 所以我觉得老美可以学点 因为我觉得老美的这个 幸福度比较低 就他很容易获得满足 这个不是个坏事 在一个焦虑的社会 内卷的社会 这种能力获取 我就还是挺价值的 对吧 好 因为这是咱们的老用户啊 说 没有身份的国际生 在西雅图读三年私立高中并毕业 能算华州本州吗 可以 你读私立功力不要紧 你只要在华州三年 你是可以的 这个绝对没问题 你这个情况我知道 咱们之前咨询过 没事 你这个是可以的 你是符合的 一年一整年就过了 你这个肯定符合 你在当地交税啊 这个有居住证明 这个没问题 你这个肯定符合 私校工校不影响 你在当地住就可以 你住家都可以 那个叫什么 family school都可以 OK 我先优先回答一下这个大家这个有粉丝 等牌的家长或老听众的啊 抱歉 有问题有点多啊 有有 大家不用担心啊 呃 我我会有回放 我们我们的回放 大家可以想看我们往期的回放啊 点我的头像 或者点关注 大家没有点关注点关注啊 关注视频号 关注视频号的话 点击我的头像 你就会看到那个回放啊 我们的回放都有 我们过去的过去两三个月的回放都有啊 我现在都有回放 大家不用担心 如果错过了没事 你可以看回放 大家可以去点关注 然后呢 去呃 去点啊 去点我的头像 然后这这场的回放 大家也可以去加那个小青老师去要啊 可以大小青老师去要 因为他会在直播结束后 有一个生成的时间 之后的话会回放 OK 去给大家看 OK 谢谢王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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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对 好 给大家接着看问题啊 哦 电话切断了 感谢GG啊 对对 刚才被电话切断了 OK 对 美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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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净资产 我刚才讲的是美元 咨询的家长 咨询的家长点头像就可以啊 对对对 大家看 想去咨询的家长就沟通就行了 没问题 想去咨询 OK OK 给大家看 谢谢唐元 谢谢唐元 你去单独咨询就行了 这个没问题 教育硕士整体不难生 教育硕士不难生啊 好问题啊 这又说 在加州怎么参加竞赛 多了去了 你往上搜一堆哪一类的竞赛 你要选一些知名度比较高的 含金价比较高的竞赛很多很多家长自己搞 印度家长很擅长自己搞竞赛自己发奖啊 在硅谷的一些印度家长圈子就是竞赛有很大的水分 因为竞赛也是没生意他们搞竞赛的话也是一个盈利的方向 所以这家长呢竞赛非常多你要选准方向竞赛我不排斥啊 你得选一个孩子能赢的竞赛 能赢的竞赛才行 对吧 好问题啊 UC学校的特点呢 这没法讲啊 他每个学校说有自己的特色 什么特点 其实我确实说实话啊 确实有一些UC的专业比较突出啊 给大家讲一下UC的特点 加州大学的特点 虽然我们讲的是加州的大学 并不是只是UC 这家长也问到了 UC伯克利呢 学术学术难度最高啊 拿A的概率是最低的 所有的UC里边是最难拿A的 这里边 你可以去网上查 他每个专业平均GPE 你就知道难度了 他门槛 录取门槛也是最高的 UC伯克利啊 虽然数据上看着好 LA更难 但我们实操过程中 伯克利实际上 对学术要求更高一些 你可以从他录取的平均GPE来看 然后呢 伯克利的特点呢 就是仅靠硅谷 商科工程非常牛啊 这个本科这两个专业 都是前五的 甚至前三的 切合也不错 他所谈成事不错 你要说缺点就是不好录 就是不好录 比较硬核 如果有的孩子的旧利党 他将来想读 想读法律 如果学习并不是那么牛啊 进了伯克利的话 GPE可能会很受打压 因为里边学霸 学生特别多 然后呢 UCLA环境好 在好莱坞 在比复利山庄啊 比复利山庄那个区 环境非常好 校园呢 其实我不太喜欢 因为山太多了 哇塞 我上去访效 差点没累死 他的格局呢 我说实话 不如USC好 我觉得和伯克利呢 也像 但不如伯克利那么 我觉得伯克利校园 更好看一些 呃 那UCLA的特点就是环境好 在洛杉矶 年轻人喜欢啊 这个这个 网红多 明星多啊 电影 这个这个 迪斯尼也在 很热闹 呃 那个再往下就是圣地亚哥 圣地亚哥 圣地亚哥排名 不是最高的排第三 但是他录取难度排第三 他就是整个加州里边 最有名的这个男 就最南边的城市圣地亚哥 圣地亚哥是非常漂亮的城市啊 房价涨得非常的吓人啊 他的房价和洛杉矶 没有什么好趣 没有区别 呃 UC圣地亚哥呢 录取门口 我们认为是第三难的 非常难 带威斯虽然排名前三十 但他录取难度不是第三 呃 带威斯呢 还有尔湾的三大巴巴 他说圣物这一个专业 他有单独的生物学院 然后呢 伯克利的话 他都挺强的 LA的话 工业也挺好 他就关 UCLA也不错 他都挺好啊 但UCLA有个数据 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啊 UCLA是美国公校里边 申请医学院人数最多的 申请医学院最多的 每年将近1000个人申请医学院 但是他不告诉你 录取多少 平均成绩怎么样 他不说 他申请是最多啊 只能给大家讲这一点 因为UCLA有医学院 UC伯克利没有啊 然后UCLA完呢 位置不错 在尔湾这个城市 他有个特色专业游戏设计啊 他有什么犯罪 什么新闻学院 也是排名比较高 但是UC尔湾真正难录的是 护理和计算机 还有商科 都是个位数 非常难 但是UCLA有个 UC尔湾有个特点 他好像一直有一个桥梁项目 就国内有些小孩 语言成绩不够是可以去读的 是读桥梁项目 UC尔湾这个学校呢 反正我觉得 录取难度不是那么难嘛 适中 看专业 有的专业录取 百分之六七十九曲率 有关于个位数 但大家要理解 那我不就从 七八十的再转到个位数 不可能 你申请的时候 你的材料决定了 你那是什么专业 如果你去 通过文书里边说 我喜欢某某专业 活动里边 或者履历里边 非常明显的是 另外一个专业 你被秒据的概率极高 大家不要去 去玩火 这都是玩剩下的 大家想取线救国 很难 给大家说实话非常难 就你说从数学 转到计算机 这俩还差不多 因为有相关性比较强 你说你从计算机 想通过哲学转进去 你肯定会被拒 录你的学校呢 也不是那么难录的学校 OK 行 我给大家加速 这个问题太大妙 给大家单独讲 因为我们今天讲的是 Stanford Cortech 这些加大都算 加速讲的比较多 所以给大家看看 油管家长问了个问题 说 是不是UCLA和UC Berkeley 难度比一般腾校要难 不一样 还是腾校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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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腾校一定是更难的 你不能只看录取率 池子不一样 因为UC的话 大家都想申 申请太容易了 所以说大家都会填一下 然后呢 UC有个特点 一个问题 不是一套申请 可以申九个学校 可以选九个学校 就打扣就行了 所以所有人都会 很多人会勾所有的学校 所以导致人数很多 因为你就勾一下 不必任何进 反正你申请就做完了 所以呢 里边的一些混的比较多 OK OK 汤圆这个问题 我没看到 大家理解 汤圆你可能刚来啊 我这边问题还有99条家 大家知道今天问题超多 你的问题没达到 一定是之前攒了一堆 攒了一堆 我没有跳啊 我现在 刚到断线那块问题呢 我给大家加点素啊 好问题啊 这个家长问了个专业 大家可以去搜我们的文章啊 我回答这个汤圆的家长 这个汤圆的问题说 老师请问 加州教资硕士项目 我觉得你想当老师在加州啊 你不用去名校 你就是能最快最便宜的拿掉 这个项目就可以了 啊 我觉得最快最便宜的是在 UC Merced 如果你还是对学校排名 有点点在乎的话 你我觉得你就 其实教资 就是教师 考教师 直到这个 对名校没有要求 你只要达到就可以 你只要达到就可以 你够了 你赶紧当老师去赚钱就可以了 而且之后你的心思取决 你的经验 美国家中一直缺老师 所以我不觉得你非要升名校 当然你升到了之后 你其实愿意读 你假如说你喜欢戴维斯那个氛围 对吧 你喜欢耳腕的环境 那可以 这两个学校都有 但如果我就想便宜 我就想早点毕业 课程比较容易 Merset UC Merced 他的他有个非常快的项目 但是这个学校排名可能不行 所以你都可以啊 我觉得这个家长 你建设学教师资格 这个 你就不要那么在乎名校 读哪个都行 你要关注的是 去哪边就业 比较好 这个家长问题 我们有研究生 有研究生 有有有 大家可以去咨询啊 研究生 就回头加加小青老师 咱们的咨询就可以啊 这边有些问题太太长了 没法给大家回答 因为现在问题还超多啊 给大家看看 大家别误会啊 我真的是突然没想到 怎么接那么多问题啊 给大家看看啊 给大家展示一下 给大家展示一下 大家就知道 为什么你的问题答不到了啊 真不是我在挑 我没有挑 给大家看看啊 大家看到左下角了吗 现在我已经刷了一会儿了 现在还是99家条 问题特别多 可能刚才我搜索的部分太多 所以我没办法啊 所以今天的问题肯定答不完 答不完家里不用担心啊 你们就 呃 点头像 点头像 去那个 去去加小青老师 加小青老师进群 进群里边 我们之后的直播给大家打 只有给大家打 我经常给大家加速一下 回答一些有代表性的问题啊 个别项目就不问 大家可以单独咨询啊 OK 呃 美国的游会儿看不了 我们把十三节课摘出来的 美国家你们不用看 名校之路是给国内家长看的 如果你能看我们游会儿频道 一百游戏随便看 内容已经覆盖了我们 名校之路的话题 所以不需要再买了 我做那个课程 就是给一些国内没有T的家长 去了解我们团队 了解我们团队啊 一个直观的方式 OK 啊 谢谢沈公子 沈公子 感谢感谢啊 今天忘了给你打招呼了 问题比较比较比较晚一点 啊 我懂 我懂 OK 好 想和我做校友 可以啊 这个这个有有有 这个你可以去去联系 小青老师 这个没问题啊 硕士 硕士没有那么难 OK 孩子目前八年级一三分之一 美东上八 几八下 托福39分 呃 选员这个家长 我感谢你这么坦诚啊 这孩子托福 车会点低啊 呃 这托福 阅读零分啊 我非常感谢你 能这么坦诚 有很多家长 不愿意说这个东西 呃 我觉得你单独去 我和小青老师去联系 你这个情况 单独跟你聊啊 在这的话 我肯定一十万 我说不清 你可以去单独 加我们的小青老师 去沟通啊 去单独 回头在在在咨询 回咨询 你这个问题 肯定要单独去沟通的啊 去分析下原因 呃 你读这个学校的话 怎么去给你辅导 怎么让孩子早点适应 怎么让孩子早点适应 OK 没问题 OK 有家长问这课程 给大家放这课程 课程的话 国内呃 没有梯子 家长可以去买这课程啊 OK 呃 最晚几年级从其他州转去加州 这个家长我已经回答你几个问题了 我就最后一次回答了啊 我要把时间留给其他没有回答问题的家长啊 我用均衡一下 最晚几年级从其他州转去加州 我觉得至少两三年 两三年 为什么呢 主要原因是 你如果没有两三年的话 你报税不过 因为报税的话 大家想你六月份搬过来 你到第二年四月份才报完税 你要有报税记录啊 我觉得至少两年吧 两年缓冲 而且还得要适应啊 早一点有好处 孩子能睡个高中啊 如果你中间来的话 你你如果转到加州都公立高中 你大概率你是拿不了那些 AP课呀 AP课对UC申请很有保证 所以这个话题也是比较复杂 我见你早点 你要不整个九年就过来 那样最稳妥 不是为了拿钱 是为了孩子适应将来成绩好 因为你来了之后 你就算能够拿拿这个助学金 或者那个当地学费 你录不了好的学校 你不是也也也等于是本末倒置吗 对吧 高中成绩不能差 取决你的目标 你如果你高中越好 你的成绩要求会稍微松一点 据个例子 某一些学校 钱有一半学生能进钱 我是你能进一半的话 你概率差不多 对吧 但是反过来 如果你们学校 每年就那几个学生 能进前二十 你成绩不是那前几个 你不就没戏了吗 所以你的高中成绩 取决你的高中的 这个学校的 这个整体的实力 OK 王方 咱们这个老听众说 请问一下 加州的大学 比如圣地亚哥的 国际学生生金奖学金 你生不了啊 你生了 他不会影响 他不会给你钱 他不会给你钱 功利不可能给你钱 功利给的就要奖学金 是一个折扣 功利给的奖学金 大家知道 你是国际学生 你想伸功利的话 那叫奖学金 他会给你 你打扣扣就行了 你伸的那个方法 你可以填 但他不会给你钱 国际学生只能伸私校的 私校会有一些 会给你钱 会给你钱 功效不可能 功效一定是给本州居民的 国际学生不可能给你 营们影响录取 就不知道 我觉得会有负面影响 我觉得会有负面影响 但是我觉得可能程序上的不会影响 OK 呃快瓦独大一会计 这块国际生能能会计是商科里边在美国最好找工作的会计美国一直比较缺 所以你除了看四大之外 你要看九个例子 这家你可以去看每篇文章 我们要文章里边就讲 最喜欢 呃留学生的这个美国公司 大家可以搜索我们有那个文章啊 你可以去小桌子要啊 我们略举了一些公司里边可以放啊 大家可以去看 就是你要去理解一个事啊 会计是一个专业门槛比较明显的一个商科 你只要拿到会计证 中型公司你要考虑 我有很多朋友就是在中型公司啊 OK 我挡住了是吧 OK OK 这样说可能字幕挡住大家可以看看啊 结一个图啊 因为我们就同时说看不到 来 大家可以稍微解一下 因为我一会就下播了 给大家解一下图 能解到吧 对大家稍微解一下不能放太久啊 放太久的话会有问题 OK 对 相对好找 是这样这家长实习 你既然学会计的话 让孩子多找实习 不要钱也没问题 多实习 会计是一个劳动密集型的 很缺 因为每个会计师能干的活就那么多 不管是政府企业审计还是个人理财报税 需要大量的工作 而且我知道在美国有很多中小公司喜欢雇这个留学生啊 因为工作稳定 工作稳定啊 工作稳定工资也不能高 会计工资不是很高啊 将来你当然你留到美国之后你得可以找职业规划啊 这个会计这个回头我可以找我的头 我一个很好的朋友可以大家单独分享好这会计这个他怎么去一步步的做到这个企业的这个高管的OK 呃下校的话我们单独给大家讲啊 大家可以去看呃这个课程里边有一个我们的这个课程里边有专门下校的有专门下校的讲座大家可以去看这个或者去门油管频道搜下校两个字里边有大量的关于下校的讲座没有市场也有15厂大家可以找啊我们有些话题呢我真的没法直播里边回答大家可以去油管里边免费的或者你没有发现工具你去通我们这个来看也可以也可以OK 我稍微提点速啊不知道为什么今天问题这么这么多啊呃下校啊下校我单独讲大家不用担心啊OK 本周交税还没有绿卡有公卡算本周算算算算算算算可以可以可以没问题一年以上就可以没问题你居住比你身份更重要啊你居住的这个证明 OK 对对对后里更赚他更难学呀护理又难学又难深啊后里的话 UCLA和UCLA都是各位数的事情啊百分之一啊 UCLA过去五六年这个护士专业录取率百分之一啊 为啥他每年就五六十个名额应该就五十个左右他就那么点他交不了他没有那么多师资啊 因为这个护士读读博士的很少所以他没法教他能教的很少这是个恶性学所以美国这种本科和硕士毕业的护士很少很缺啊就护工很多护工非常多你在医院大部分看到是护工他们工资不高他们很辛苦 抱歉啊因为今天问题有点多啊我呢就是给大家尽量选一些我没有答过的家长我稍微提一提然后我们一会就下波了因为两个半小时了我也没怎么我这个这个今天讲的比较快但大家不能有回放而且每周这个时间我都给大家等着大家给大家去给来答疑也好啊来做一些内容分享也好我尽量控制节奏啊就是有的时候问题多有时候问题少所以我准备的内容基本上一个小时今天我大概讲了四十分钟但没想到问题这么多也非常感谢大家参与大家不用担心每周都会出现啊 大家也可以去我们油管频道看我们大概过去一百座场的讲座那直播的风格呢就是答疑互动性比较多可能会帮助一些家长更好的梳理但是大家如果有具体的问题还是去去联系我们的这个小青老师小青老师啊去进群或单独最近都可以啊他可能会加的晚一点因为很多家长家大家截图啊去单独沟通就行也不用担心啊我们这个区域非常的安静结个图就可以OK最后给大家打一下啊对 我不是六零后我不是六零后啊我没有保养那么好啊我是说六零后是中国出生人口最多的一代啊这一代啊OK OK我要六零后保养那么好的话我就做这个美这个什么美容主播了啊 不是不是这个老年科啊学医里边有个老年科啊这个你学不了本科你学不了啊你说的是有一些老年相关的这个专业本科我不建议啊学这么小中的专业啊这个是个招养产业 银发经济一定是招养产业不管中国美国一定是招养产业但是具体你在里边做什么做商科做服务业 做学者还是做医生这是你的安排啊只是我说这个领域这个事情肉眼可见未来所有的所有的国家都会面临的发达国家啊当然这个欠发达国家好一些 我是青岛女婿我太太是青岛人啊我不是青岛人啊我是交通地区的我是我是我是小地方来的不是青岛的啊青岛是我们的大城市啊OK 不是理论的经济是专科学查专业OK商业分析对商业分析很好啊硕士一般有本科有的不多 对对对这真是这真实案例真实案例这个呢其实不能怨这两个人他模式判断失误就是他们呃只是埋头干活忽略了这个大环境的变化 如果你在美国讲大环境我觉得那就是在矫情啊在中国是在中国是在国内是啊我们过去几年发展太快透支了一些本来应该用几十年做的事所以现在的这个结果也是没有办法啊我觉得没有办法啊控制不了所以我觉得 嗯大家看看今年这个家家那个拉斯维加斯图城刚刚结束的这个CES展就是全球消费者电子产品展有三分之一的展上据说是来自中国 企业春江水暖压先知对吧反过来大雁也知道哪先冷所以企业的话要生存每天开开门他要有有出进账入账 大量的企业出海就是已经看到这个形势包括国内的那个能源新能源汽车出口最是是出口中国现在是出口汽车最多的国家全是新能源 为什么你靠内循环不行你就要靠国外欧美有钱的市场去提供所以大家理解啊你留学的目的你要想回国 多长工作有可能你没能留完学你回国的机会就没了所以这是我的建议啊 呃 好问题这家人问了个问题的话也没答过问吧就这个是加州大学是这样加州大学的有九所大概覆盖了美国二十多万大学生二十多万他全都工业狗 加州州立更大有将近五十万学生呃台名不不出名你都没听过最有名的是盛河西州立啊叫法不一样两个体他都是属于公里 很多就这样纽约有州立大学还有纽纽约有市纽约市的这个市立大学所以他就两套体系不同的预算 但是整体很多家长认可的是加州大学的排名比较高 加州州立呢也不错 但是呢 他没有规划的必要他就是看成绩 就看你的GPA你的高中 所以那个不需要规划你就伸就行了 加州州立有二十三个分校 加州大学有九个分校 啊是这个区别他是两个完全独立的系统啊没有什么关系没有什么关系 谢谢大家粉的灯牌OK OK 感谢深公子啊感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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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重播大家不用担心啊大家如果想要这个过去直播回放的你就是去点关注点关注之后呢在我的头像里面你能看到啊或者你们去加加我们的小青老师去要回放啊我们回放都有我们回放都有你找到一个人找到所有的所以我现在都留回放谢谢杨同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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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前没有现在都有老的听众最近没来的你肯定忘了我最近两个月都有回放你要问回放你肯定是最近两个月没空来啊这个很正常所以我呢也是感谢大家支持现在都留回放大家不用担心啊OK 呃 国际学生美国就业手给大家看一个东西啊OK 给大家看文章这家伙问题很好哎我现在问题差不多完事完事了给大家看啊刘美大家等一下刘美 稍等啊 啊 大家看看我们这个题目绝对是给大家直直直直直直本主题大家看可以说这个文章 留美工作机会最多的公司大家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啊留美工作机会最多的公司如果找不到我们公众号找小青老师我给大家把这个文章分享给小青老师大家可以截个图啊因为有的时候直播的时候我随机分享的时候会忘记题目啊 因为有时候随机分享就是随大家问题我脑子里边想起来给大家分享所以大家截图去找我们的小青老师要这个文章就可以这个文章里边我们我们去叠加了很多资料给大家做了很多梳理这些数据都是我们从移民局里边 扒出来的 所以大家要看你想留美发展你要看这些机会啊你要看哪些专业好留美国哪些公司喜欢你这个目标去选专业选这个职业发展是比较合适的啊 给大家看看啊这个文章很长我也给大家给大家看大家看啊专业方向计算机方向的咨询方向的大学但要理解有一个工作刚才那个朋友就问了啊那个那个刚才有个有一家汤圆问的特别好啊他在美国当老师这就是做过功课的美国当老师留下来概率非常高因为他缺他会帮你解决签证的问题啊你一次不行两次啊那如果你能留在美国高校或者一些非盈利工作你连抽签都解决了 大家知道现在留美最难的是抽签工作你说难找吗说实话不难找只要孩子足够实习足够的用心大公司中公司小公司都看而且你学教育学会计这种专业性比较强的是非常好教的而且很多有一大堆华人在美国留学生他是在美国学校教中文的在加州纽约这种华人比较多的地区包括德州他们非常缺中文老师因为美国是个移民国家小于种在高中里边是必修课所以大家理想很多工作机会是做你去着很多家说哎我不想做这个我想干这个我想学艺术我想留美国很难 因为美国很多学艺术的也想也想挣钱很难艺术在哪都不太容易但是呢家境不错的家长学艺术的孩子我觉得很幸福他每天都在享受生活他在做自己你们退休才能打斗的他不用隐忍二三时间他的每天都在工作而且你们家境不错的话他在美国过得挺开心啊他对物质不见得那么高的追求所以我觉得咱们不同诉求的家长家庭包括孩子我们要找不同的这种呃职业规划方案OK公司在这儿这个文章给大家看大家可以截这个图啊回头我转发给小青老师我让他发给大家 大家不用担心啊这个我也在摸索哪种方式给大家分享最对对便利啊因为有的家长不会用呃微信文章去搜索那给大家放一下我们这个呃咱们下个礼拜统一时间的这个呃讲座题目啊下一个呢可能就不是围绕加州了就是啊 专才还是通才美国名校录取的这个呃呃揭秘啊这个秘密大家这个规则规律大家看看专才是通才大家培养孩子啊在呃在孩子规划方面应该是往专才是通才下个礼拜我们主要探讨这个话题好大家给大家最后再大家可以去加一个这个截个图啊去加这个小青老师呃不管是要文章还是要我们的这个还是进群呃去收到未来的这种直播提醒啊呃这个呃讲座内容文章都可以都可以OK 我觉得国际学生在美国就业情况还是可以的啊看孩子专业加学校加地区三个缺一不可啊专业最重要的刚才这位刷屏的这个朋友汤儿就说啊当然你刷屏你可能不知道我前面一堆问题啊你理解你可能刚来呃当老师是美国特别缺的美国特别缺老师特别是加州因为加州生活成本高很多老师他就呃觉得太贵他就走了因为很多美国的老师他是没有 家里边支持的他比较独立所以他租房都费劲而且当老师他不喜欢他做不久如果你喜欢教书但美国教书和国内不一样国内要开各种会写报告美国没有美国教书我觉得比国内轻松的多啊轻松多而且嗯你要喜欢的话你真的是想很享受啊我没有朋友就是做老师他很喜欢很喜欢OKOK 生物医药的话你肯定要读博士了你可以学药剂师药剂师好留一些或者是读生物医学相关的博士在生物医疗行业华人留下的比例还是华人的比例挺高的但你得喜欢因为这个东西呢学的周期很长不喜欢的话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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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偷尘非常这种啊非常折磨啊非常大家要理解啊 三十多年你本科是四年你能忍一忍 而不会来让你三十五年靠这个去谋生养家糊口呃去发展职业如果你不喜欢一定过不下去你不喜欢的话你就是在在忍受咱不是在餐馆刷盘的咱不是送外卖那是一个我们谋生的工具人的大脑为什么现在AI无限接近人大脑大脑的潜力来自于我们主动的去获取就是去学习去每天这种进化很多人成立一个行业专家给大家举例的国内最有名的文物界美专家马卫都啊这个这个马卫都 马马马马马爷对吧他为什么他就有一次有一次一个访谈那个圆桌派里边来说一句话我印象特别深刻啊他说我现在那么多钱有没有钱不重要将来我我只要给我一个我在北京哪个热闹的街市口我放一个摆一个小桌子我就给你看文物我多了不说就是三百人民币三百人民币他一分钟不用他就告诉你真假值多少钱你拿个文物给他大家大家一分钟不用三百块钱他一他他一个小时多少钱 一小时一万八一千万一万八对吧很高啊一万八应该是一分钟一个对吧所以大家要理解啊这种专业技能是几十年训练下来的所以大家可以去看一本书啊就是他写过就是这种专业能力就是我们的大脑长期对一个专业领域的了解吸收和思考之后形成的一种啊这种行业经验这是我们所谓的经验知识经验啊所以大家要理解就是啊我觉得选专业特别重要 不要为了一时的这种啊所谓的好就业干嘛去选一个完全孩子不擅长不适合不喜欢的擅长适合喜欢这个比例可以调因为有的家长说哎呀哪这么多爱好留到美国第一位在国内报就业那你要compromise你就要妥协一下你可能要放弃爱好你如果擅长你可以不那么喜欢但你不能不擅长不能如果不擅长的话你不排斥你你忍一忍先留到美国再说反正每个家的情况不一样在这不能说死啊没有那么完美的职业啊每个人都是在现实和理想中间去去存 寻找生活的意义对吧OK给大家看看啊OKOK等会啊苏月如歌这个问题啊大家等一下啊我这边来不及了大家怎么有那么多问题大家我这我这边下播了啊我这边今天这个我明天还要带孩子出去啊这个今天时间有点有点晚啊我可以留回报大家不用担心我看看问题啊啊给大家看看啊等会啊OK给大家看看啊 这个网上一搜就行了这家人很好搜你就搜地欧一搜一堆啊认识他有个协会 我选一个和今天关键有关系的问题啊外珠美高国际生如果想走社区大学在转加州大学的路 呃对对不不你也不能随便选你也不能随便选啊我觉得呃你要选一个你可以单独咨询对象可以单独咨询我们会告诉你哪些学校的呃伯克利录取高 哪些学校的UCLA录取高啊你可以去去去加拿这个爱马你可以加反正老听说你可以加给他多咨询这都没问题OKOK好OK行我回答最后一个问题啊我感谢大家的这个呃对对感谢感谢这个云入啊对感谢这个提醒对有的时候大家觉得看不清的话点下屏幕就拿掉了OK 好我的我都有选一个问题啊选一个问题谢谢谢谢广州一哥谢谢广州一哥啊对因为今天时间点久啊我就没法都答完了给大家也感谢这些呃呃理想老师张老师特别张老师理想老师还有咱们好多直升公子很多家人我都不一个一个点了你们给我帮我回答了很多问题我进来以后我得回去复盘一下怎么能够呃把我的这个是直播内容和和那个和大家答一个错起来 因为很多家长他不理解第一次来他会觉得我我不看的问题其实不是问题很多就就堆的太满OK非常感谢大家OK对我们团队都在加州我们团队都在加州OK 有家长群啊金家长群的家长 我忘了给大家看大家金家长群啊金家长群结构图金家长群结构图就可以结构图金家长群OK最后给大家放一下家长群就可以了结构图金家长群加小青老师金家长群啊金家长群就可以了我们群非常安静啊就给大家资料了 好油管家长抱歉啊今天因为他这个我是两个平台所以呢这边的话就是特别认为很多特效油管这边就很安静我看了个问题啊好久了啊伊萨贝拉家长问说除了哈耶普其他藤校去了做什么就是个虚名UC不和UCLACS出来直接20万薪资但是家长你说的有点绝对啊未必啊我们也见过学不下去的啊我觉得哈耶普也未必能成功我就专业你如果去看哈佛生物化学专业或者文学专业他毕业的薪资也不高 但是你生活不是光是挣钱对吧很多时候的孩子呢他可能更多的追求是精神层的追求特别是美国的孩子当然如果生存是第一需求那你这个思路是对的孩子如果能学愿意学那计算机一定是过去几年和未来几年最赚钱的但是呢未来不知道我觉得真正一个人可以做一辈子的是他自己爱好和现实需求中间的一个交叉点是这样的对吧OK 好非常感谢大家那咱们就今天就结束啊非常非常感谢因为今天问题有点毒啊我这边已经是超时了我现在就不能三个小时因为会影响第二天的这个工作和休息所以我会下次下次咱下周都留一点杂誼的时间啊做一点杂誼时间大家没有进群的家长呢没有买粉丝牌的家长呢去点个粉丝牌之后收到提醒啊或者是价格最后给大家截个图啊最后就结束啊好了谢谢油管家长 呃油管家长抱歉啊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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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试一下双向直播有的时候我也不知道是不是适合你们的这种啊这个口味风格好油管家长我先关因为一会放音乐油管的话可能就不让放音乐了大家玩油管家长先晚安OK你们没有进群的家长油管家长可以去截个图可以截个图可以截个图可以截个图OK好我把这个关掉油管油管家长先再见我再给那个呃微信的家长再见再见再见